后腰位置上 马加特还是 可能考虑的比较周全一些 并没有很冒进的 去打一个4-4-2 周海宾今天拿到先发 是挺罕见的事情 另外呢 外援层面上 并没有双前抠手发 西赛很有可能在 上半场的某些时间 替换这个U23小将 小将 是 今天的主裁发是王哲 刘贵庆和武贵峰 是助理裁判 曹金铭确实这个赛季 应该说表现的 还是非常出色 在马加特的带领下 第一个和马加特过往 也有所交集 所以对于马加特的 技战术的内容的要求 是比较的熟悉 而且他在进攻上的组织 非常有成效以外 防守当中的投入 也是非常的积极 另外一边呢 则是在老将队长 吴庆的带领之下的 重庆当代理番的首发阵容 包括了门将一号 邓小飞 包括了五号郑友荣 九号刘宇 十一号吴庆 十九号刘欢 二十三号陈磊 二十一号隋东路 三十二号飞尔南多 三十三号南松 二十七号卡尔德克 另外呢就是 付出的十号彭心利 重庆当代理番 可能这场比赛 比较让人担心的 就是在中复位置上 因为隋东路 是有一定身高的 能和佩莱去争夺一下高点 刘宇相对经验比较豐富 可能在身后进行一下补位 但是队位如果没有完全的对上的这种情况下 可能刘宇顶防佩莱的话比较累 而且在传宗的这一个方式方法上 如果鲁能这边运用的比较好的情况下 佩莱有很大的机会 双方的第一回合比赛 当时重庆当代的一番负责 丁房佩莱的应该是米洛维棋 今天的比赛呢 郑永荣依然是被选择作为先发 这样米洛维棋呢 就没有办法进入大名单 随着中国足协的这样一个新阵出台以后 我们看各支中超球队 韩国球员慢慢的退出了这样一个舞台 但是郑永荣在重庆当代礼拜 应该说还是拿到了不少的出场的机会 参观员王哲的上升 明昌比赛正式开打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一轮 也就是中国平安中超联赛第21轮 重庆当代的一番 对阵山东鲁能泰山的比赛现场 这场比赛呢 在PPV距离体育 与大家共同来分享比赛的 是李彦之道以及京昌 现在正在拿球的是山东鲁能 他们今天上半场的进攻方向呢 是从屏幕的右向左 他们今天是一身的白装 重庆当代的一番主场作战 他们的红色比赛对付 打得很耐心 在左路没有继续向前的可能性的情况下 通过中路的京昌道 进行一下转移 因为我们说今天在后腰位置上 有周海斌 可能在中场距离的这种转移方面 质量还是应该有所保证的 到了前场以后 有王永迫和京昌道 这种相对个子比较矮小的队员 但是他们 浩俊敏和京昌道 对 但是他们比较灵活 对 尤其是最近进步比较明显的京昌道 京昌道最近已经变成了一个全能战士 以前好像感觉京昌道是做一个脏活累活的 像一个类型的队员 但是随着位置往前推以后 脚下的技术包括到了前场以后 他的这种出球的感觉是越来越好 比赛刚开场的这一分多钟的时间 克军山东鲁能始终掌控球权 把整个队形推进 后方线两个中位的位置来到中圈 也能看到这场比赛可能大致的一个态势 今天也欢迎广大观众朋友们 通过微博留言的方式 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我的个人微博是京昌奥斯卡 我想问一下重庆当地的球迷 这个是刚刚下过雨呢 还是专门浇了水 感觉这个球场是非常非常的试华 对 开场以后重庆当代立方 还是按照他们自己本方的这样一个固有的节奏在进行 队形相对比较收缩在自己的本方半场 争取把鲁能这边能够更引出来一些 BVTV智能电视点燃中超赛场 BVTV智能电视 BVTV智能盒子 具体域电视应用 三重选择 尽享中超盛宴 鲁能主控 立番等待机会 对方压上 然后准备打反击 这个态势 可能是很多人都可以预测 现在鲁能也面临着一个破密集的难题 因为毕竟对方收的比较靠后 而且比赛刚刚开场 脊能包括注意力方面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看看这个球 好机会 今天吴星函首发登场 他的左路进攻会是整个球队 从突破的角度来讲的关键点 给到右侧 精英道做衔接之后 再敲到进去里面 这个球有点深了 安全体现是踢出了边角的位置 就是陈磊 这段时间其实吴星函更多的 还是下半场 替补出场的是比较的多 首发以后 估计也是马加特要保证 在边路的一个突破 包括最后的船中 毕竟我们说 刘宇这个点 可能在高空球的这种防守上 佩莱会占很大的优势 刘宇从一个前场队员 改造成为中后卫 对 他体现出极强的适应性 特别是这种利用经验和回追能力 来弥补第二落点的能力 但是你要跟他 让他去拼对方的高中锋 尤其是投球争抢能力 可能整个中超联赛最强的配来 这个就有点吃亏了 对 因为我们刚才说 刘宇的比赛经验 应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 是越来越好 但是所有比赛毕竟还是要靠一定身体的 所以我想今天的这个比赛看看 刘宇能不能更多的用自己 聪明的这样一个踢法 能够很好地化解自己身材上的一些不足 这一球配来没挺好 好像弹起了高度跟他的预判有点区别 这个比赛还好这个场地比较的潮湿 相对来说如果递滚球的话 可能会影响减少到一个比较不受干扰的情况 如果说比较干的这样一个场地的话 估计场地不算太平整 接下来有广告 我们就坚决一些 就把它彻底的深入人心一些 再念一遍 PPTV智能电视点燃中超赛场 PPTV智能电视 PPTV智能盒子 具体与电视应用三重选择 大家两次来接受广告的洗礼 希望大家能够进向中超盛宴 我顶得很快 这就是重庆当代的一番的特点 他的这个反弹的速度很快 是 鲁能这边还是希望从佩莱过渡 限制佩莱 还真是刘宇上去做第一步的上抢 因为这个是脚下球的争夺 刘宇就先上了 对 这一球给黄牌 卡尔德克 双方今天是两位战装型中锋 或者叫做战术型中锋的直接对决 是 这两名中锋 其实在自己本方 进攻时候的这种战术价值 应该说非常的大 都是有很强的身体 而且背身的拿球都非常好 能够很有效的帮助自己后排队员 及时的跟进 而且一旦有船中的这种可能性的情况下 去到禁区里面 对于对方的这种后卫的压迫感 又非常强 进行到突然之间变相 内切 今天在替补席上有了付出的刘彬彬 这是山东主任的另外一个变招 对 这边左脚正跟 这脚球应该说打的质量还算是不错的 但是重新当代离番这边防守还是比较注意 思想比较集中 封堵的是相对比较快速一些 这两位教练员 张外龙和马达特都对训练格外的残酷 都不是严格的问题 是格外的残酷 也能看到今天这个比赛刚开场拉的这个节奏 没有那种说周中做赛 一周多赛 想把节奏放一放这个意思 很快 又来了 菲尔兰多 小摩托 上一场比赛没怎么开得起来 看这场 南松想过渡一下 没成功 向右侧转移了 陈雷上来 传得可以 确实有点滑 双方的 这彭心力也没有控制好这个点 今天这种场地条件 有可能又会有一些意外 意外 是 因为在这个 就像柳尔兰刚才说的 可能在水坑的下面 可能躲藏着一个 看上去你不可以预测的坑 是 它具体会弹成什么样子 是变相的 还是弹起一个意外的高度 好像都有可能 对 买智能家电 就像苏宁一购 百年品质 美国惠尔普 百年智慧 第六感喜护 这个球正正在位置判断上有问题 哎呀 菲尔兰多这脚球 选择了低平球传球 在王大雷的控制范围内 因为正好赶上菲尔兰多的右脚 所以在角度偏小的这种情况下 选择传球应该是合理的 但是正是因为赶上了他的右脚 所以传球的质量 远远要低于他的左脚 这球看上去略显可惜 当然从防守的角度来讲 这个正硬应该是在第一时刻 对这个斜线的判断 出现了一些判断失误 对 因为这个中长传的转移球 一般来说 给到边后卫判断的时间 还是比较充分的 但是这一下阵争的判断 出现的偏差还是比较的大 巴尔兰多在上一场 对阵贵州横峰志诚的比赛里 几乎都没有太多的这种 强突击表现 对 横峰志诚对整个阵型收缩 非常明显 但鲁能不是这么踢的 鲁能要开放很多 两个人有点搅在一起了 再看看浩俊敏的输送 能扛住 他是能扛住的队员 黑莱是真厉害 这是多少个人在围着他 再到吴兴涵这边 吴兴涵内切 大门 这是吴兴涵标志性的攻门方式 虽然我们说这次进攻 山东鲁能这边 已经把整个宽度压缩到大禁区之内了 应该说非常的挤 但是还是通过有效的转移以后 找到这边相对比较空的吴兴涵 而且吴兴涵这一下连接的速度 还真是不错 最后射门稍稍有点运气 这真的也体现出佩莱 他作为战术牵制点的这种功能性 对 不管是几个人给他什么样的压力 他这个护球控球能力真是很强 是 而且刚才的这个护球的区域又在禁区里面 哎呦 这个潜点危险 这应该是有设计的潜点 卡尔德克的意思 是不是让整个球队先平静下来 是 张驰在前门柱 再来看看张驰这个突然之间闪身向前 然后形成了一个偏向于这个后脑勺的股门 对 像这样的一个投球百度呢 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 关键还是要对于来球的落点判断的非常的准确 因为张驰的这个球感觉是稍微顶得实在了一些 如果蹭的再薄一些的话 可能是一个好球 鲁能这段时间呢 持续给对方增加压力 重庭里范这边正在面临着对方 两个边路 给予的这个低层次压力 还要防住对方的中锋 佩莱在禁区附近的护球 尽量让佩莱远离禁区 只要在禁区附近 佩莱都能形成危险 对 所以我们说这两个球队的中锋 战术价值都非常的高 佩莱如果在禁区里面能够背身护注球的话 后排抛军敏金金道 包括在后腰位置上的周海斌 正面都有一脚远射的能力 而远离禁区呢 更多的可能通过后腰再转移到边路 那这样的话 其实战术的这样一个线路来的会更为的丰富一些 战术犯规 王瞳是今天防守菲尔兰多的关键 菲尔兰多的速度呢 已经是中超人人皆知 这个必须在源头夹死 对 而且王瞳这一下应该说防守犯规的非常的好 因为这个区域我们说是在对方的半场 但是防守犯规的动作又不大 得不到黄牌 这就实惠了 我相信这场比赛作为马迦特来说 对于对方的菲尔兰多防守 一定会有一些针对性的部署 因为毕竟他的速度是任何一支中超球 对防守球员所顾及的 像摩托一旦开足马力 特别是双方的第一回合较量 菲尔兰多对山东鲁能对对方整个后场的侵袭 可以说几乎是致命 这个球看上去有些意外 中间好像反复经过了碰撞和折线 最后是佩莱碰到球了 正像金超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意外 有一个折线以后 好像佩莱没有完全准备好 但是凭借着自己的本能去挡了这一下 对这是郑又荣碰了一下 然后这边是谁啊 是隋动路又碰了一下 对 等于佩莱感觉脚刚刚要抬起来 球已经到了 还没来得及做这个摆动腿的动作 但是这会儿呢 我们感觉了山东鲁能 现在的气势确实不一样 对 他们希望避免双方第一回合曾经发现了错误 就是上来给对方压力不够大 反而被对方的反击所致 那场比赛他们到最后才能够发力 是 但是这个时候就要看看重庆当代立番 能不能扛住对方开场的这几板斧 能够顶住这一段时间以后 逐渐适应对方的进攻节奏和线路 慢慢地找回球权 快速地把自己的反击质量能够提升 这两支球队我们说都是依靠速度的 鲁能这边两个边路非常有特点 速度非常快非常灵活 而重庆当代立番则是在各条线路上 他都有比较快速的队员 对 有的时候是球走得快 有的时候是人走得快 对 从开场的情况来看 非常难多的更多的还是活动到边路 尤其是他最熟悉的右边路 这边的危险似乎更大一些 现在吴清涵和陈磊形成对峙 如果陈磊不能轻易地顶上来 范兰兰多就会陷入孤军奋战的这种境地 是 反归了 这下南松让得非常聪明 快速地迎前接球以后 对方扑得比较凶的情况下 没有去碰球 而是顺着这个球的方向去领 年轻的南松是本赛期表现最突出的U23球员之一 不仅仅是数据层面上多个进球 包括助攻的出现 更重要的是 他其实已经成为重庆快速进攻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些敲墙配合 包括衔接都能够出力 而且出的是正能量的力 对 刚才我们提到佩莱的这样一个战术价值 反过来说 卡尔德克的战术价值也非常高 身后两个小个队员 你又一回来 好像有推人 看得不清楚 郝静敏在失去位置的条件之下 跟对方有身体上的简单接触 但是双方没有任何争议 王大雷快速地出球 刚才这个应该是 是刘宇 刘宇包到 等于从郝静敏的外线切到了身前 这下郝静敏其实对于球 看的是比较准 但是身旁的这个进攻队员有点遗漏了 刘宇毕竟曾经打过风险队员 他这个敏锐度还是很高的 好像这个郝静敏手上还是服了一把 这下刘宇其实摔的不够坚决 如果说这球就不打或者不停 再转中机会也来了 双方这个速度是真快 你来我往这边卡尔德克快速回地 再给菲尔兰多准备打快的 菲尔兰多起诉的位置稍微有点远 但是还是可以起一把 小摩托转向 马上是在另一个方向上 无心寒拦截 丢球以后看得出山东武能这边 好像他的反抢开展得不错了 人员的投入 包括反抢的这种力度 以及方式方法也做得非常好 并没有太大的这样一个防守动作 但是围抢的时机 包括对于对方想突破的这条线路的封锁 还是合力 这个方面做得不错 这个动作是比较大的 郑若荣这个动作是有点大 是 这俩是能直接沟通的 刚才我们谈到一点 就是鲁能今天对对方的 留守转空过程当中的快速围抢 确实做得很好 对 因为这个也是很好的限制住 对方第一处有点 因为如果很顺畅的让 当代立翻把这个球能够 低脚处的比较顺利的情况下 可能接下去你要防 就不会那么轻松 所以切下 切断低到的这样一个源头 那可能接下来的防守 会相对比较稳固一些 现在进入喝水时间 也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的情况 演员刘雨龙说 感觉吴星函一上了 鲁能就主打边路突破 这一场感觉配来会进两个球 阿森纳艾鲁能说 希望曹胜能进球 希望冰冰付出能有好的状态 希望郭天宇能够有机会上场 有球迷没听见首发 一会儿我们根据阵型站位 也可以再说一下 还有更多的球迷为韭债 为韭债勾起伏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 因为这场比赛 其实所在地 重庆和重庆奥体中心 其实距离我们的地震的阵源 都不算太远 是 先看这边 金道这球没能甩出来 剑离柱 金科河 这个对面说超哥是否感冒了 感觉声音有点变化 起伏九寨沟 希望鲁能拿三喷 我是有点感冒了 这个室内室外温度 温差太大 比较尴尬的这样一个高度 没有选择直接的投球攻门 佩莱在一些高球上的处理 他比较多样化 而且相对比较合理的 虽然他有足够的身高 而且优势非常的明显 但是有的球他不勉强 不勉强直接顶人 而是通过更多的 这样一个蹭球或者回座 为自己本方的队友 去闯到机会 说白了 就踢的比较意大利 意大利人其实踢球很聪明 是 很多元 黄俊敏中路的过渡 这是金锦道 金锦道这是干嘛 这是传中还是转移 没看太明白 但是陈雷这球解决的不好 再打回给吴兴函 吴兴函的边路 未来靠过来接 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 看看能不能再转移 这球给的不好 给到身后了 周海斌 这几脚都没给好 都想把这个球速走得更快一些 但是最终的 这一个出球点都没有把握住 张驰还是周海斌 反正这脚球是没穿好 前面的20分钟的比赛 应该说梅花建筑 双方打得很流畅 速度很快 但很可惜 没有进球 其他战场上 我看这进球已经很多了 有的 比如说这个重庆 比如说这个江苏苏宁易购 开场 可能不在一分钟 马丁内斯就世界波了 这吉尔不太坑人的 很少见 前场刚刚连续出现 两脚的传球失误 吉尔这边在自己禁区附近 又来这么一脚 佩莱 这个球佩莱顶开了对手 隋东路拥有着非常强健的体魄 再看一下 但隋东路这下停球以后身体的重心也没完全跟上 给到佩莱这样一次用身体的机会了 但不管怎么样 隋东路在我们国内球员当中身体算好的 但是和佩莱去顶 还差一点 还差一点 这佩莱人家这个是孔帝清点的是吧 这个在意大利国家队顶在第一线 这可是维埃里和托尼的后继续 好球 这球过渡的不错 还是没有能够拆出来 受到彭金利的压力 今天到目前为止 20多分钟了 竟然还没有换这个外援 就是还是俩外援在场上打 对 山东路能这边的西赛一直坐在替补席上 像这样的比赛 我们说最近鲁能的赛程是非常密集的 留在替补席上 一方面也是做一些相应的轮换 另一方面可能留一个后手 到了真正需要他的时候 可能上去了以后 给到对方出其不意的这么一击 没错 重庆当代了一番这边的后手 冯进是后手 丁杰现在也是全能战士后手 徐扬也是后手 进攻端变化很多 而在山东路能这边的进攻端 有西赛有刘彬彬 之前作为首发表现不错的 可以打边路的小将 边后卫的小将刘扬 也在替补席上 还有一些球迷刚才说了 也期待郭天宇的上场 能轻讯他这方面走在中超球队前沿的 所以我们看替补席上很多小将 通过这样一个政策 或者通过他们自身的这样一个努力 还是能够获得很多的这种出场机会 从这一角度看南松和吴清涵的发型 有点像 挺像 现在流行这款 前二十多分钟 当代立番并没有组织起比较像样的这样一个攻势 看看这个定位球怎么样 上一个定位球由于浩俊敏在盯人上出现的壁漏 其实是有威胁的 再来看这边 打门这是 这球出去的线路看上去很诡异 王大雷是不是出击的时候没想到郑永龙这是准备射门 是 这个球一般按照场底来说是往回转的 但是我们看阵脚被出去以后 这个球是往门里走的 而且球速还来得挺快的 这种球 这个燕兄你在踢比赛的时候有这种球的发挥 我记得竞争有这种球的发挥 就远射相对来说还是发力会好一些 这个是不是也跟这个球场条件 包括球上滚了水有关系 这个感觉变化有点诡异 再来看第一瓶球再给菲尔兰多 内部传中 这球是自己传出去的 这个不应该 菲尔兰多自己也不太满意自己的这次传中 对前叉非常好 而且后方来球也非常的及时 应该说有充裕的时间做脚步的调整 其实像这种湿滑的场地球会比较的沉 对于守门员来说他的这种出击以后的选择是比较关键的 一般来说像这种情况下 大多数的守门员是要用拳击的状态 把这个球尽可能的打远 如果去接的话 因为我们说这个球比较重 有的时候万一出现脱手 倒反而是会给到对方补射的机会 今天这边是王大雷对面的邓小飞也是之前这个山东鲁龙的门将 对 而这球出的不好 邓小飞其实门里的能力也不差了 是 那个时候在 还是江苏 是 就是 他有一个多长时间不失球的记录 是他的 也是国门之一 是 陈磊这球听得也 挺难为他的 还旋转了180度 把这球控下来 郑又荣呢 在整个中场的攻守连接的这个 在重庭力翻的作用非常明显 这是卡尔德克的作用 现在突然间出现在左路的小摩托 起 打进去里面 叫球 还是启动这两步 真快 真快 今天呢 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 没有使用常规的选择李松毅 而是用上了更快的张驰 那可能也有一定的考虑吧 对 张驰的这个 这个防守速度型球员的能力 应该是超过李松毅 是 虽然转身上是有所吃亏 但是通过后两步的这样一个追赶 不容易 这事 异补回来了 这位球还是交给郑又荣 镜头转向隋东路 它是一个重要的高点 哦呦 这球还真是找到他这个高点 不过先出一手的是王大雷 毕竟增加了手臂的高度 感觉这个已经很接近隋东路的头部了 是 再看陈雷的拳动 陈雷的进攻能力呢 其实还是有的 对 呃 他攻守相对比较均衡 嗯 但是现在 岁数上去了以后 他的往返能力是下降的 就是选着上 对 上去的时候就争取能制造点什么 对 因为他的经验慢慢的累积以后 呃 他的合理性会更好一些 连续的叫球 左右的都叫 左右都叫 如果这一场比赛 角球次数多的话 呃 光是来回的跑也够累 呦 这次是罚个战术的给彭金利 我听你这个球没第一时间起来 这个感觉不是很成功啊 这波 再打一个回头是王大雷的 这个角球应该罚的不成功 对 呃 本来应该是给到彭金利甩出空档以后 左脚往里走的 对 45度斜向的走 呃 但是鲁能这边封堵彭金利这个 这个传球线路 做的比较充分 所以也只能回传 呃 这个角球等于战术角球失败了 再来看鲁能 利用对方这个电位球刚罚完 这个阵型还不是很稳的阶段啊 没有能够打成这个回头 再来看菲尔兰多 哈哈哈 这菲尔兰多你 你 球权不在你脚下 我争取也不要让你轻易的快攻 对 呃 我们常说的提前犯规 战术策略性的犯规 哎哎哎哎 也没吹哈哈 就最后给了个啥 门球 啥也没有 就是一门球 吴兴涵这下要胃要的还不错的 吉尔今天面对两个老乡 一高一快 对面这个所谓的一高一快还没上 啊 这这 西赛呢 其实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速度型前锋 是 但是呢 哎呦 菲尔兰多这个气速漂亮 这个 再给他锁侧 塞到进去 哎呦 这张池真不容易 今天排他打的右边后卫真是有地方使 对 脚步移动确实是快啊 对方的这脚传球应该说来的还是比较及时的 呃 但是张池 虽然 开场以后他在进攻上的这种投入感 呃 不算特别的强 但是防守上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披抖 这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呢 重庆当代了一番呢 终于是回归主场气势 反复压制对手并且连续获得脚球 嗯 刚才应该是老将吴庆的传球 吴庆也是以频率啊 而著称 来 见看这个球 赵刘宇这个点没成功 正真 感觉到了压力啊 按理说这个球完全有条件可以控一下 这十分钟啊 被重庆这个连续打定位球啊 他是右侧的任意球 是连续的脚球 这个压力也顶在头上 而且关键这种脚球出来以后的二 二点球都被对方去掌控 所以连续的 受到对方的进攻以后 没有太多的球权 那这样的话肯定是比较消耗体能的 这个头球很重要啊 这个头顶的攻防都很重要啊 说到这儿帅康不碰头啊 大吸力油烟机啊 苏宁易购 邀您观赏精彩赛事 买品质国货 就上苏宁易购 三十分钟了啊 这个双方我觉得整体看是各控了十五分钟 而且双方在这个三十分钟虽然是各占一半的优势 但是看得出还是按照自己的这样一个节奏在走 而且基本上也打出了一些自己的特点 对这个重庆拿那一番呢 你说真正的绝对机会可能出现的少 但定位球确实拿了一大把 这个山东主任其实已经有几个绝对机会了 包括那个磕磕蹦蹦啊 派来获得的机会 双方在前场的防守态度都是比较坚决的 一旦有足够的兵力 前场高压的B墙展开的非常的迅速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这个五月你妹啊 说这个刘宇出道的时候就打过后卫的 不是中前场 因为刘宇也打过前锋 刘宇也打过前场留言的 他打后面的呃 我印象当中边路会更多一些 嗯 八五那波最早最早 就是说白了刘宇包括我们自己跟他交流 都打过 对 都打过 后腰 这个真诚的耗尽余声 超哥可以把现场声调大点吗 那我们的导播能不能把现场声调大点 超哥做不到 但是导播做得到 呃 Rin Mai 我叫Rin Mai 说 鲁能似乎有点喘了 需要顶住 前面一段时间感觉鲁能是有点喘了 对 呃一方面呃开场的15分钟甚至20分钟 武能这边占据优势的情况下 他们的攻防呃转换的速度来的非常快 节奏很快的情况下 呃这种体能的消耗呃是会有的 而且接下去一段时间马上被呃 当代利帆这边压制 呃连续的防守 又是消耗极大的体力 又是这边 这次张池 菲尔南多 这个球又是变现 又是脚球 这也是绝对机会了 崇津离帆到现在为这运动战 最好的一次得分机会出现 对 菲尔南多先给了一个身后 但是张池这一下判断出现了失误 原本以为产就产得到 但是一看时机不对以后 又不敢下脚了 吴庆他是非常敏锐 虽然他36岁了 但是他其实灵活性 包括经验都非常好 对 这角球其实如果不打到防守队员的话 很有可能会进球 是 因为角度是拉得比较的偏 再来看郑优荣 又来了 机会进去里面混战 外围再给一球 低平球打在防守队员身上 这会儿鲁能确实是有点喘 对 刚才这个球王瞳似乎是在进去里面 有点守球的嫌疑 二次的进攻 看看 有危险 有机会 有危险 重庆 是卡尔多克 在连续施压的条件之下 重庆当代立番 终于破门得分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进攻的效率 因为连续的给到山东鲁能这边压力以后 其实我们说 这样的一种情况 当代立番这边消耗也会非常的大 但是正是这个时候他们得分了 那说明他们的进攻成效出来了 这15-20分钟左右的时间连续的施压 如果不能够得分 他们可能这股气也就泄了 对 但是在这一刻 鲁能是先泄气了 这是相当于定位球之后的二攻 刚才刘老也说的第二落点 第三落点 反复被对方拿到 对 这点应该说 鲁能在最近的这个10分钟 都会显得比较的被动 可能体能上确实受很大的影响 所以在二点球的这种判断 以及事先的移动上 当代立番来得更快速一些 进去里面好像不光是卡尔德克 还有隋东路两个高点都还留在 因为前面是定位球 隋东路还在 这个形成了一个双轨拍门 两个高塔 同时压向你禁区的这种态势 而鲁能刚才是想快反 防守队员好像都已经不在 这个合理的位置了 是 因为连续的攻防转换 我们说对方拿到了二点球 再回到禁区里面 这个时候相对来说 防守的位置是会有点乱 这球没吹犯规吗 还是吹了 这样的话就看鲁能了 鲁能前面十几分钟踢得非常好 也获得了很多的机会 但是后面 由于我们之前提到的 他们也没踩场 飞机也没准点 又碰着地震 各种各样的原因 再加上周中连续做赛 感觉是遇到一点点平静了 我只是有点顶不住 而且现在鲁能感觉 曹俊敏包括周海斌 金钉道这些中路的球员 他在中路这个区域拿不住球 而且三个人传不起来的这种情况下 两个边下不去 所以显得佩莱在前锋线上 特别到禁区里面的这种机会是不多的 这跟比赛的开场前一刻钟区别很大 你佩莱顶不住 两个边路还没上来 球权就已经没了 现在上来了 上来了最终球出不来 顶低一点 吉尔也上来 这意味着整个队形全部过半场 这是要起球了 金钉道直接起球砸进去 邓小飞出击很不错 这球控制下来 虽然佩莱在禁区里面有绝对的身高优势 但是传中还是要把球速传得更快一些 吉尔开始选择一些要钱的防守 这很不容易 对 他正好对上卡尔德克的话 可能身体的力量对抗性方面 他还会感觉自己有一定优势 如果真的对上小个队员 因为对方的脚步有可能比他快 所以抢劫是有一定风险 这也是根据对手做了一些选择 对 正正 手抛球 没第一时间发力 这脚传得不错 我觉得马加特是不是考虑一下西赛 我在想这个问题 是吧 就是这么被动的情况之下 你这个说实话 小将曹胜 还没有发挥什么特别明显的作用 就是我们说这个37分钟 38分钟到现在 没有看到曹胜的这样一个特写 说明他的球权获得的确实不多 而且在进攻当中的这种参与程度 也不是那么明显 西赛虽然不能像塔神一样 那个穿连前场 但是西赛这个拿球 护球 这个过渡 这个能力肯定要比这个年轻小将要强很多 对 而且对方现在防守注意力 只有配来一个队 对 那是不够的 这马来特似乎还没有换西赛的意思 见高不见远 这球还在重庆一番的禁区边角 吴庆 吴庆率先大步把这球蹚出来 再给菲尔兰多准备大反击 这种防守相对是冒风险的 一旦让对方人球封过过去 后面大把的空当 当代离番打得也很聪明 知道对方体能这段时间不好 逐渐逐渐获得比分领先以后 没有很好机会 他就在后上空 你上来强 我开始倒 不上来强 我就在后面 把节奏尽可能的打得缓慢一些 我非常难过这球的状态 比这个周末好多了 这个转移很漂亮 卡尔德克和菲尔兰多今天的状态都比打贵州的时候好 这也太灵动了 刚才佩莱防守 对方菲尔兰多只能用眼神去防守了 其实没办法有的时候就感觉菲尔兰多他除了足球运动以外 我觉得他可以参与一些极限运动 比如是搞个什么滑板 什么他搞个什么动力机车 什么跑酷 我估计他也很厉害 速度爆发力协调性都非常好 看他进球以后的这种空翻 这真没办法了 菲尔兰今天其实派上的一些防守动员都偏速度 像王瞳 张驰 金定道 这都是能够有相当强的回追的 但是现在好像也只能是被动回追 包括左边后卫阵阵这边也快了 距离很远 应该还是选择传球的 这不会又是郑永荣了 这郑永荣真是 这个半场罚了两位数了 这回是非常难做 但是没法准 今天这些顶出来的球很多都是重新赢 哦 又犯规 这接着罚 其实第一下郑永荣在投球解围的时候 可以更清楚一些的给到生前的吴兴函 因为吴兴函这个时候是没有人盯的 有的时候其实在解围的时候 如果把这个质量提高的话 想办法解围带有一些目的性的传球 能够结合起来的话 那就好 重新当代了一番 今年欲强不弱 当然欲弱也不是那么强 这特点跟张外龙率领的一系列球队都很像 对 他的战术风格所 似乎所限定的也是极具特色 他就是怕对方也守在后面 对方守在后面 他没空间 没空间的话 你真的要让重新当代的一番去打一些阵地战 要通过传递 通过个人的能力去撕破对方的防线的话 也很困难 比赛进行了42分钟 上半场比赛临近尾声了 比分层面上重新当代一番1比0领先 进球队员是卡尔德克 这是在连续施压的条件之下的投球攻门 再看大家留言 飞扬的班砖说 感觉今天泰山队传控一直不到位 尤其是这个20分钟的时间 又是吴庆 再摆脱到禁区里 还有 陈迷说了 这个是昭哥不夜闲 说请不要黑曹盛 难道有外援就必须要少吗 这是较真儿的 为什么不给小将机会 难道要像上岗一样吗 不要招黑你 我们只是表达一种观点 咱们您也请允许我稍微有点 就是现在咱不是落后 是吧 落后是想各种办法当中一种办法 是吧 因为从这个战术角度出发的话 觉得至少来说 曹盛没有发挥出 可能他训练时候的这样一个节奏和状态 在这半个小时了现在 20多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对 鲁能的中路的整体的衔接 包括配来的二点的拼抢 确实是遇到了压力 是 刚才我 无论是我还是李市长 更多的说 从鲁能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这个 有什么办法呢 很明显 几个速度型的球员现在受到了限制 他们都要跟着对方 被动的去为之 从二点的这个争抢能力上来讲 可能呢 现在曹盛还有一点适应性问题 咱来看这个一点 佩莱争不到 是无心寒俱争 哇 落点太高了 还有点就是说佩莱一个人顶在前面 可能对方防起来相对容易 那你不管怎么样西赛上来以后 他脚下的感觉包括他身体对抗 或许能分散一下对方的注意力 那这样的话 当然也是或许 对吧 不一定他们两个佩莱和西赛直接能找到机会 但至少我觉得身旁的这些队友是能够得意的 上半场比赛马上就要进入商庭捕食了 应该说总体来看这个上半场比赛还是非常的精彩 快速 双方在周中做赛能够打出这个比赛节奏已经很不容易了 是 而且现在重庆应该说晚间气温也不会太低 包括天气的这种湿度相对比较高的 上半场比赛的补食时间是两分钟 法尔南多这个阶段确实如如无人之境 这个鲁能的多名球员都在他身上犯规 给了这个重庆当代一番大量的任意球 卡尔德克带向边角的位置 吉尔在对他一对一防守 吉尔确实身体层面上似乎比卡尔德克更有优势 不管怎么样还是一个正硬的巴西国脚 这个是正牌的 那边卡尔德克只是入选过巴西国 中路的控球好几米 快难多 临近上半场比赛结束了 所以重庆当代一番肯定要控节奏 武能的角度来讲 确实体能有一点要调整的意义 是 也不愿意轻易的再发力 中路的衔接啊 确实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就之前说的郝俊敏 周海斌和金晶道的这个三人的中路衔接 那金晶道虽然为右边前 但是他很多时候都是内收到内收 是 这三个人之间的衔接现在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吴清函想过度给他们三个人 他们三个人很难把这个球权完全控制下 对 好了 上半场比赛结束了 卡尔德克是上半场比赛的进球者 他跟佩莱的中锋之争 上半场比赛他是占据领先的 全赛的转播部分 大家现在关注到的是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放送的第21轮的中超联赛的比赛 重庆当代的一番力类主场面对山东鲁门泰山的比赛 这场比赛在重庆奥体中心进行 上半场比赛 重庆当代的一番1比0领先对手 进球的是卡尔德克 上半场比赛进行到37分钟 卡尔德克的头锤攻门帮助球队战先 同一时间在进行的其他的几场中超联赛的比赛 横尔德克半场0比1 落后长春亚太 上海绿地生花和贵州横峰制成0比0 广州富丽和江苏苏宁易购1比1 上半场重庆当代的一番这边 应该说还是很好的发挥了他们的自身的特点 而且利用了对方体能相对不是特别充足的这种情况 先稳固住了防守 而且是顶住了山东鲁门泰山前15分钟 这样一个狂轰滥炸 接下去慢慢的把自身的这样一个特点 包括控球的这个区域推上去了以后 找到了一次不错的机会 正正难松犯规了 半场的条件之下 应该双方都没有做人员调整 看看双方下场比赛的调整 金银道 其实今天金银道的位置还是比较活的 先看看这个球 好球 这球难度很大 佩莱最近经常完成一些高难度动作 对 因为他的投球好 所以对于高空球的这种弱点 相对来说判断会比较准确一些 胸部停球之后的连接动作 准备侧攻难度是相当的 这么高的队员能够在脚步上有这样一个灵活程度已经非常不容易 真的是跟我们赛前说的很多远征的球迷 对 卡尔德克 斗脚下 马上山东楼门泰山这边形成了一个局部区域的人数优势 现在我们中超的外援真的中方球员如果一防一的话 基本上是要被过的 要么速度没对方快 要么就身体没对方好 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的双方展开了更多的中场的搏杀 这个球权的一直很难维持在一方 反复一手 看费尔南多了 这个转身很漂亮 再给南松 这球传的有点着急了 球速给的太快 凡是让费尔南多能够摆脱正面向前了以后 重庆大奈利帆这边的进攻威胁 就能够显现出来 而且在费尔南多拿球以后 身旁的这些队友 跑动还是比较坚决的 虽然这下我们看南松没有跑进去 但是有这样一个配合意识存在 那对于对方的防守线来说 就是很大的威胁 下半场比赛复一开场 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 上半场比赛进入统计的情况 控球方面的两支球队相差已经不大了 起初的时候 鲁能占据比较明显的优势 到半场的时候 鲁能是51%的控球 而重庆当代的一番是49% 跑动的总距离方面 山东鲁能是49800 比重庆当代的一番的49100 稍微多一点 那么从全球成功率来看 山东鲁能81% 重庆当代的一番79% 射门次数重庆有六次 山东鲁能也有六次 角球的次数是5对2 重庆那番要多一些 任一球达到了11对4 机会 山东鲁能这个球是从左路直接弃球 虽然这一次阵争这边没有任何的防守压力 看看 这个要给牌了 周海斌因为防范对方 虽然是中场的提前犯规 但是已经是身后或者侧身后的铲球动作了 对 黄牌 确实这一下重庆当代的一番这边 形成了很好的反击机会 前场大片的区域的这样一个空间 海斌这一下如果不犯规的话 后卫很麻烦 到底是退还是顶 这个选择是比较纠结的 因为毕竟还有前叉的队员 所以作为后腰来说 这个就像我们看棒球比赛当中的牺牲打一样 牺牲自己能够更强的去把后防线上这样一个空档所弥补 李燕也是多年的后腰 这个工作也非常熟悉 对 PPTV智能电视点燃中超赛场 PPTV智能电视 PPTV智能盒子 具体域电视应用三重选择 进行中超盛宴 今天的比赛呢 是由李燕指导和金超呢 和大家共同在PPTV距离体育来分享比赛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隋东路身高可以 可能在身体对抗力量方面和佩莱比起来的话 可能要稍微吃亏一些 好像他今天的身体状况也不是那么那么的好 对 要换了 要换了 而且是换两个人 刘明明要上 西赛要上 换下了刚刚吃牌的中海兵 这是一个加强进攻的信号 金星道应该是要回到中场中路的位置 对 那这样的话金星道一旦回来 他和郝俊明组成的这样一个双后腰配置的话 更大可能的会解放郝俊明 而另外一个换人呢 则是西赛换下了曹胜 这也是意料中的换人 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 两个换人名额 我们泰山还是要加强中路的这样一个球权的控制 是 因为现在两个边路光有速度 但是没有球权的话 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中路这个区域 对于球的这种支配权以及控制权是做得不够的 买智能家电就像苏尼一购 惠尔普洗衣机 第六感智能科技 智慧触控 高端洗护 这个鲁能显然希望能够同步的换上这两名关键球员以后 能够启动一个反击的号角 这个好像整个气势有一些变化了 对 在起到禁区里边 吴清涵再给到第二点是正中 正中在左路的气球 这球蹭了一下对方 在外围第二点被他们拦截了 郝久米第二点拦截的情况 有点像重庆立番上面上拿第二点 再打回来 这真的很像重庆立番上面上进攻 已经到了邓小飞出不来 隋东路很难处理的位置 对 而且浩俊敏这脚传球 传在了隋东路的腰的这样一个位置 所以处理球很难受 差一点造成一个乌龙 这个很容易乌龙 对 这种类部反向在打你 就是跟上半场重新立番打路能是一样的 很相似 再来这个球选择第一瓶球 这是没开好还是有意为之 接外球 应该还是没有能够把球罚起来 因为毕竟 鲁能在禁区里面有这么高的点 在做反向再起高点 这球没传准 很强势 这两个人一换 感觉好像精神面貌也有很大的改观 也是释放信号 对 教练员说咱们下半场惹不起 准备开始了 是 鲁能本赛季的下半场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再看西赛再进区 闪转腾罗还在 二点还是他们的 刘冰冰 外围第三点 转身之后 浩俊敏再打吴清涵 吴清涵 吴清涵这个球就显得视野不够开阔了 对 其实很简单 往左边路分一下就可以 吴清涵还是习惯性的内切 哦 费尔南多 这球吹犯规了吗 还要给牌 你就看看今天费尔南多一个人能够给到对方防守上的这种压力 看看鲁能泰山这边能拿多少张黄牌 刚才重海斌因为防费尔南多的快攻吃了一张 几分钟之后金晶涵又来一张 而且这个位置都是在后腰的位置上 对 金晶涵现在在流冰上场以后已经不在边路了 对 所以接下来其实在鲁能泰山这边后腰防守上有很大的隐患 费尔南多是淘宝的精品 这个绝对性能价格比极强的一笔买卖 而且当时刚刚来到中超赛场的话 也没感觉特别好 他倒是真的是中超赛场断了出来 这个球被卡尔德哥抢下来了 翻战多第一下没掏过去 这下鲁能的防守线还比较顽强 这边同样速度和带球能力很强的刘宾宾 对 这方先卡住位置 郑永荣确实很厉害 攻防都很重要 一个韩国外员现在能在中超打上比赛其实不容易 这从身后犯规速度还是快 是 双方的这个比赛的节奏速度非常的惊人 吴庆其实也不慢的 可能他这个年龄的话往返的能力是下降的 但是单一次的这样一个启动的速度应该还是有点保长 相当快 这不容易 老象的这个身体保持非常好 是 本赛季印象里面应该是长长手法 而且他这个位置其实挺靠飞体能的 打在边路 现在的边路队员这种要求非常高的 特别再往返的这样一个奔跑能力上 正正左路插上 你先来回地 还是基因道 转移球被对方识破 队形已经整体牵压了 对 鲁能泰山这边随着人员的变化以后 我们看它的控制力加强了 而且随着控制力加强以后两个边后会上的来了 嗯 这上半场比赛很多的时间里面特别是张诗这侧被负尔兰多的这个压制啊 太明显 那个阶段是连续的都是1.2点 并且就是从左边路的起球 又是准备防对方的防反 线路选择非常的好 看看 这个不太明智的一个选择 对方三个人的包夹 还是想强行的往内线去切 有用户说超哥超哥啊 正好看一下大家评论啊 超哥超哥李松益停赛了 好吧 李松益今天在名单里啊 带领停赛了 哦 居然还是身体好 哦 现在球走起来了 嗯 这时候差点失误 大雷脚下基本功可以 嗯 一脚的传递也不慌张 而且出球的这个质量很有保障 赛索边路还是刘宾宾 下面场比赛上刘宾宾宾以后 他显然变成了主攻点 带领西赛 西赛 这脚球打的比较离谱 应该是直接提刺了 对 很明显这脚外脚背的直传做的非常不错 但是西赛跟进以后 呃 脚步的调整没有做好 再看一下 外脚背拨很很隐蔽 这下如果更冷静一些的话 其实脚腕抖一下 往中路进行一下横传 对 这边角度还是太小 对 呃 鲁能本赛季下半场惹不起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通过人员调整之后的战术变招 是 就有一些球员可能不在先发阵容里面 但的的确确他们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这个呃 商欲付出之前啊 受伤之前的刘宾宾啊 包括吴星函的替补啊 这时候起到过很重要的作用 今天的比赛很明显 就替刘宾宾宾上场 刘宾宾宾就变成主攻点 对 而且鲁能泰森这边有点不走运的 就是在塔尔德利 状态这么好的情况下 突然之间有一些伤病 看看 再转 还是打这次 还是要过 还是要过 再来 还是脚球 可以 这下比较坚决 虽然我们知道他要走外线 但是他这下走的坚决 包括船中连接的快 防守起来也是很有难度的 而作为重庆当代利班来讲的 这会儿啊 我觉得这个也不能 比如说任由着鲁了 这个反复给自己施压 对 还是要适当的有一些弹性的选择 包括人员的调整 就像我们上半场说的 能扛住这一段时间 接下去要慢慢形成在中路的这样一个控制 那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化解这样一段时间的危机 这个差不多换人以后 这个十分钟左右 就跟上半场 你看这个连续拿脚球也很像啊 这个上半场重庆压鲁能那段很像 对 而且这段时间其实说实话 山东鲁能要比上半场重庆那段时间要打得还要好一些 其他球员都压到小进区里面 给到后点 点过来 吉尔顶低一点 西赛去拼第二点 然后郑又荣和吉尔 空球还是在吉尔脚下 吉尔一对一面对郑又荣 刚才吉尔这个出诸位以外的技术 不愧是巴西球员 传得不错 很少见到吉尔能够有这种秀自己晃动啊 传中啊这种机会啊 对 而且晃 晃完以后这脚传中质量还不错的 真是全能 巴西球员这个真不是盖的 巴西裹脚更不是盖的 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位置 脚下都是有这么两下 这王瞳这下好像谎到了谁谁 对面卡尔德克吧 这也没想到王瞳会突然间来这么一下 现在再给身后啊 这球给的臭 现在看这个状态 这不怎么样啊 这上来这两下 比刘冰冰差了很多 现在出球的次数 鲁能这边要多出重新立番 要一百次了 其实先看这个球 佩莱准备分 被对方先识破 哎呦 刘冰冰这个翻墙漂亮 再来看刘冰冰给佩莱 准备再打到禁区 没成功 其实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 我们看双方传球次数差的不多 对 差的不多 包括控球率差的也不多 但现在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分野 是 而且下半场其实我们能够看出 山东龙龙泰山 他所控球的这个区域 也是非常接近对方的禁区了 现在是整体的压住对手 对 因为之前的一段时间 连续的被他抢到二点球以后 所以他开始慢慢的 对于比赛的节奏的掌控 有所增加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 传球的区域可能更具威胁性 是谁错 刘冰说没戴老板拦截 戴老板停赛了 戴老板是四皇停赛 冰冰胖 好像是有一点 一般来说 现在职业球员相对来说 对于身体机能的这种捕捉 俱乐部会管得比较的严 而且外籍教练偏多的情况下 他们又比较看重这一方面 有可能不一定是胖 就是有可能他增加了肌肉的这个线条 比以前要粗壮一些 有可能就是正好是受伤 对 增加了一些室内的这种 器材方面的断领之后 肌肉线条变化 一个小时多一点了 鲁能加盟上比较坏人后 施压了大约十几分钟的时间 现在就看看我们说上半场 当代立翻这个 在施压过程当中 取得了场面的控制 但是能不能进球 再给右侧张池上来了 张池上来是怎么传了 传给了后点 那边是陈磊顶道 吴兴涵 我们把球控制一下 高志明没有远射 而是给到地区里面做强 好漂亮 第一拼球到中间 这个球是隋东路 一个回身把球切断 再上抢 我抢得凶啊 现在对2点3点的这个拼抢 就感觉也突破了 体能方面的压力 对 而且静音道回到中路 和浩俊敏之间 形成了很好的呼应 又来了 邓小飞这下 不容易 再2点 这分尔南多也要回来了 这分尔南多必须要回来帮个忙 增加一个强点的人 现在球出去 马上又丢失 是 历番这会儿压力真的很大 再看又是脚球 鲁能的脚球数已经刷到了6个 这段时间 历番这边压力不小 我相信这个体能消耗的也会挺多的 对 在体能消耗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下 而且这段时间 我相信无仰的状态一定会非常的多 所以对于这种定位球的防守 注意力方面肯定多多少少会有些丢失的 这球开到后点 这是门球 吉尔是不是有一些误判 这球他有意的让了一下 他是不是认为对方碰到球 马加特显得还是有点轻松的 对 没有那么大压力的感觉 比分是落后 但是下半场开场以后 应该说整体的状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只不过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得势还没有得分 跟上半场比赛的配来很像 卡尔德克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得不到援兵 对 球过来的时候他好像也很难控制住 而且他背身的接球的区域越来越靠近自己本方的板场 现在他已经退回半圈 这球上场出界了 现在上半场有比较频繁助攻的两个边后卫 陈磊和刘欢 那么现在几乎是没有助攻的 对 完全是被山东鲁能泰山两条边压制住了 而且反过来我们刚才说到过 随着刘冰冰上场以后 静静到回到中路 山东鲁能这边两个边后卫倒是压得非常靠前了 现在两个边前卫内收进来 倒反而是两个边后卫作为一个边风在使用 对 这两个边后卫本来就攻击性更强一些 对 对吧 他们现在提到这个位置上也发挥他们的特点 又来了 刘冰冰再传 这球前点传的不是很理想 吉尔直接打一个回头 这种球看上去很小 很悬 西赛有的时候会蒙一个这种 他在英超那个时候就有这么一脚 比较容易的球 他打的质量倒反而不是那么高 他打过几个天外非先 对吧 就是打切赫那个球 对对对对 印象最深的 来了一个外脚被圆脚的 我们说十分脚 对 67分钟 这边重新当地一番做人员方面的调整 也是付出的彭心力 身体状况也没有完全跟上 对 还需要一段适应和调整期 换上了多功能老将丁杰 看彭心力下场以后 他的这样一个数据 并不是特别理想 和他相对状态比较好的时候 差距还是会比较的多 是 当然我们说这个比赛 和整体的战术要求 也有一定关系 彭心力已经被称之为 这个中超版的法雷加斯了 对于今年整个球队的中场 节奏控制是很重要的 对 但是毕竟是缺席了几场比赛 是 丁杰 丁杰今年上来以后 这个球给分人多 王瞳这下快的 确实是快 今天后场用了几个快的 对 你看第一下 其实重新大带立番 这个传进去以后 王瞳刚刚转身 但是他追赶这几步 可以 就刚想说丁杰今年 这个转身成为 这个王洞式的人 就是 就经常能够有那种 致命一传给你来 就是 以前在辽宁队看他 这个离王洞好像 还有一段距离 对啊 无论是位置上 还是这个特点上 功能上也不一样 今天这脚 刚上来 这回第一次出球 传了一个致命的身后 非常精彩的一项 再来 这边缴球的机会 王大蕾把球点了一下 再重新点回去 球一直在空中 始终没有落地 这个动作有抬脚过高的嫌疑 连续的高空球争夺 还在争夺 现在是鲁能打反击 看看 鲁能的空间很大 这是重新 很不适应的 就是对方打反击 哎呀 吴兴涵这场传丢了 这个一下子 把这个快攻的好机会 给传媒的 再看 佩莱再起球 这要换过来 别人给佩莱起球 这就对了 佩莱给别人起球 这下其实质量也一般 但是吴兴涵刚才 这脚球传的质量 确实是比较低 他今天整体的发挥 在他今年这么多的 好比赛当中 算是一般 一般 而且我个人感觉 一般还偏下一个 对 一般偏下 我现在都不敢说 只能先往一般里说 要不然又是 大家又说 哎 超哥又开始 吴兴涵了 这 哎呦 机会 打开 还是脚球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 现在 技能下降以后 注意力一定会有问题 虽然这一下 我们看 其实 是对上的 但是 主动性方面 还是在吉尔这边 连郑佑容 我感觉他都有点跳不起来 对 连续做赛也有关系 对 这个这么热的天气 重庆到了晚间 我刚才看了 比赛前也有32度左右 也热 关键像我们现在南方城市 温度并不一定那么高 但是它湿度大 对 对于技能消耗 确实非常严重 直传 再来 这个跟 这是谁 很不容易 从刘焕刚才解围 这个表情来看 我觉得他其实有点紧张的 我觉得 这个球其实 踢出去要比踢进去还要难 真的 这球真的太难了 几乎来了一个 直上直下踢出去 太容易无龙了 比上半场隋东路那个还难 踢十脚 有可能八脚要进门的 这球都是 我觉得他有点被动 对 被动的踢成这样 运气不错 鲁能队的压力 给的真的是非常大 现在当代立番这边 确实有他反击的力气在 八尔兰多 只要球在他这个区域或者他能够去控的话 其实还是能够给到鲁能泰山一定的威胁 所以我们才在刚才吴兴涵那个反击的时候觉得可惜 其实你能打到重庆立番的反击是很难的 是 这个联赛现在能打到立番反击的球队 或者说机会不是很多 他非常注重攻守的自己队形的转移和转换 对 而且特别是强 强队打立番的时候 你再找到这样的机会 就太不容易了 肯定很难 刚才这个阶段节奏还是非常快 当然节奏一直是鲁能在主导 除了丁杰上来以后 做了一次漂亮的直传以外 其他的时间里边 还是可以给对方反复的试验 因为现在前场有配来和西在两个高点了 所以王大雷这边拿球 可能来得更为的简练一些 因为过多过于繁琐的这样一个中场组织 有可能反而是会增多很多的无谓的传球失误 索性简练一些 铺抢到对方的半场 能够把二点球争取拿下来 缩短进攻的距离 再到进去里边 传球 那时候给的很准 但是这个投球攻门的点稍微远了一点 对 而且最后的落点有点落在了佩莱的身后 回撤步以后不太有利于腰腹的这样一个摆动 卡尔德克终于剑拿回球 无听 郑正中 哎呦 这个冰杰的过渡现在真是很老道 对 冰杰今年多次入选了不少媒体的最佳这种 其实上场时间不多 主要上的往往都是有很不错的表现 那背身感觉很好 就这个儿立之年以后 这个人完全就是就要升级 这是 就 呃 我们如果说的更高大上一些的话 就是它的境界不一样 吸球的境界可能更高了 是一个好机会 因为毕竟已经进入了射程 而且距离包括它的这个角度比较偏中路 定位球呢 也可以释放一些压力 就把整个的这个现在节奏拉一拉 好球 郑正中 这脚球弧线越人强还是不错的 稍微有点正 对 球速和高度都可以 但就是说这个最后有点正 王大雷站位没有任何的问题 看大家留言的情况 这个 14839 啊 哪号 刘源说 重庆我们说的地震赛 这个赛前的时候 呃 我们的萌梦跟大家说这个这个球 这个球队啊 两队球队都表达有这个正感 有正感 啊 毕竟这个挨内不远啊 就你说了热不要紧啊 不要地震就好 是 还是为地震灾害 起伏吧 这个 从比赛的角度来讲呢 应该说双方到现在为止啊 表现得非常职业啊 嗯 非常的精彩 这个要给牌 因为吴庆应该是个也是战术性的背后犯规 是 一名老将打到了76分钟 呃 还是太远 就直接选择这个对球门本身想要乏力 就显得有点难 这个就是我们说高空球上 佩莱和西赛两个人的不同之处 嗯 有可能在这个区域配莱就选择一个投球百度了 对 配莱是侧应为第一 对 鲁农泰山这边要遇到一些时间上的压力了 77分钟 帅康不碰头 大吸力油烟机 苏宁易购 邀您观赏精彩赛事 买品质国货 就上苏宁易购 还是再回来 嗯 这串打得不错 看怎么去核心区域 还是给吴兴涵顶到中间 哇 这球差一点就连接成功了 邓小飞的提前移动非常重要 是 但不管怎么说 鲁农泰山这一波进攻应该打得很有趣 通过边路 回到中路以后再找到一个第二空档 当代立番还是要顶啊 没办法 现在因为很现实的就是比分领先 想要再次能够获得一些场面上的优势 可能性我觉得并不会特别的大 双方的第一回合比赛呢 就是重庆当代立番在30分钟附近 由负尔南多破门领先 到82分钟山东路能是 才由佩莱扳来了比分 来看这个比赛的剧本啊 复制一下 是不是这个剧本 还是今天要搞一个不一样的 重庆的球迷和山东的球迷都显得非常热情 这条球没处理好 山东鲁农泰山在进攻的时候 后场留的人现在非常少 因为两个边后卫急急的顶上以后 现在其实增加的这个运动量是在后腰身上 有可能当对方 有手转攻的一刹那 后腰除了顶防之外 更多的还有可能要补到两个边路去 对 金金奥是只能跑 你看这个攻的时候 他也是顶得非常靠上 来看左边 正正再趟一步 绕开再起 到进区里面吸赛点一把 脚球 这真是拿了一把的脚球 上半场重庆拿了一把脚球 那下半场鲁能拿了一把脚球 这个脚球确实说明他在这一段时间 给到对方进区里面的这种压力 对 上半场重庆应该是5比2的脚球 下半场应该现在可能是8比5 但是鲁能的这个脚球的转化率 到现在这种并不好 对 隋东路这个点还是管用 进区里面他一个 卡尔德克一个 左边路内部的进攻 给出来 吴清涵 起球 高了 球速不够 这个落点已经很靠近守门员这个区域了 如果没有平快的球速的话 出来一般来说 守门员会占据很大的优势 而邓小飞呢属于那种积极活跃型 他这个初期的意愿也很强烈 他控制的范围也比较大 他还有王大雷都是这种 对 这个就是说 一定要有球速 只有球速快了以后 才有可能出现守门员对于这样一个落点判断出现失误 再从另外一侧尝试一下 左路攻不透 再给刘彬彬 刘彬彬彬反过来再给张池 张池攻不透 全都回收了 重金彬彬 全连回收 这条球其实传的很有想法 对 看上去是要往右边路走的 但是一看对方防得比较死 索性来一脚比较突然的斜传 比较突然 瞄了一下 马上就传 这条球 今今到现在真的是 越来越 我们就要升级了 刚才你说的境界是吧 境界就是说一定要踢到非常潇洒的这样一个 但今今到确实这段时间你别说进步还挺大 因为像他这种以前属于功能型的后腰 完全处于防守状态的 随着你年龄上去以后 如果你不做一些类型的改变的话 你的功能会越来越强 身体技能更不上了 但是如果你能够在进攻当中 体现出比较有利于进攻的这方面的内容上 可能职业的寿命会长一些 再打丁杰 丁杰再打 菲尔兰多 菲尔兰多 虽然距离比较长 但是还可以追吗 这球勾到腿了 勾到腿了 这菲尔兰多太快了 他其实感觉 应该是失去了对球的控制 但是总感觉他还能追得上 对 而且他出脚这一下还特别 对方王瞳应该说速度不慢的 速度再加上倒地以后 防守的面积挺大的 出脚一筒马上倒地 真的是先到了支撑腿了 对 黄牌 虽然然多的这种反弹的侵略性太强了 对 而且我们看他踢球还不太容易受伤 因为他出完球以后 始终把自己马上 感觉危险的情况下 马上腾空 在空中一般来说 不太容易出现太大的伤病 除非你这个脚支撑在地下的话 被对方一带 这个伤病可能会大一些 容忍性非常可怕 对 非常 好了 这边的任意球的机会 哦 这是大门 周永荣这是选择小角度 直接攻门了 刘冰冰摊开 南松 南松也犯规 哈哈哈哈 一个 这个也是黄牌 这肯定也是黄牌 这也跑不了 这一下倒反而不要太着急 因为刘冰冰已经带了20多米 小30米这样一个距离了 其实体能已经有点丢失了 包括腿上的这个力量 这下不产再跟一下 那后面有顶方的球员 嗯 毕竟还没有像刚才 这儿的诺人都到禁区边上 对 能不能最后的换人 哦 换一个高个的 这就是郭天宇 郭天宇上场换下了张持 增加一个冲击点 哦 用位 那郭天宇回去可以防守 定位球包括 实在不行可以顶上去 落后条件之下 面对对方准备死守的局面 欧洲教练通常都会换上这个 这个工程锤吧 对 对吧 因为时间是不等人的 在这种有限的时间当中 还是要简化一些踢法 由南松这边 哇 郑右荣绿脚球给 哦 王大雷的初期很聪明啊 他观察 应该也观察了很久 对 但是出来快发 出现了失误 王大雷拿球以后快发的这种意识 还是挺强烈的 中超现在好多的门将 就都增加了自己手抛球的能力 和距离 对 以前能扔到中场感觉挺远的 现在过半场 过半场了 87分钟了 你看这有球员倒地 卡尔德克 什么情况 听听到跟他在一块 感觉卡尔德克倒地以后 再看这一下 对了这一下 这一下 郭天宇吧 好像是 这下好像怼到他膝盖上了 但从 阿尔南多 这个动作上来说 可能两个腿都抽筋了 抽筋了 这些队员就怕 给他扯小腿的时候 他大腿就抽了 这个是最难受的 张范龙的球队还在领先的状态里边 一比零 马加特的球队是本赛季很少输球的一支球队 他们距离亚冠区域少赛一场落后一分 本赛季他们到目前为止失球数 也是整个联赛当中定列最少 在天津拳键还没有比赛的条件之下 他们丢的是第21个球 如果输球的话 他们就不再是并列 这个输球最少的 这个倒数第二的球队中的一个 看看他们还有没有机会避免这场失利 伤心补食的时间快要到了 可能今年已经不止一次 这次在最后时刻有起死回生 看看这次 刘彬彬在右路的起球到进区里面投球 像郭天宇吧 嗯 还是想着攻门 有一些距离不是很舒服的时候 或者是不是很正方向面对球门的时候 可以考虑是不是过渡一下 对 点回来 我们看西赛这下跑位也不错的 一看落点不在自己头上 马上扯出来 哇 有五分钟捕食 这留给双方的机会都还是有的 嗯 为什么说山东龙泰山这边 往往在比赛最后时间 能够往回来 第一个 这个球队的韧劲 第二 他这个球队的条件还不错 因为最后时间我们说 可能就是长船冲掉了 他具备这样一个先天的条件 马加特的体能训练 也为他们提供了这个 扳回来的一个基础 体能基础 几个方面 长船 这个球没找到第二落点 再打到禁区边上 没传过去 贝尔兰多 这样子在防他 球还在贝尔兰多脚下 好了要防他 哎呦 这吴兴涵 吴兴涵跟贝尔兰多扯在进区里面一团 最后是很难吹啊 这球 没有任何表示 太难防了 贝尔兰多的单逼扯 一对一起了速以后 你真的是没办法 吴兴涵要不是第一下 在身后拉这一把 有可能就牵进去了 这要不是吴兴涵 就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这是怎么了 看了一个手球 再看啊 其实吴兴涵之前已经很被动了 这一拉很重要 一拉把对方拉慢的同时 他上去了明显一步 这个抱怨裁判可能用处并不大 除非你在进区外 他拉了这一下你就停 这小摩托到90分钟还是动力十足 这油加的很满 嗯 杰尔过去跟贝尔兰多聊两句 吴庆也被抬下 前面卡尔德克 这样的话时间消耗了不少 嗯 估计裁判呢 还会试试的再多补一点点 嗯 伤定补实前后重新立番 基连有一些 伤病的 这个需要补实的时间 出现 现在的计时期是走到了将近93分钟 卡尔德克应该没有问题了 回来 还是中调 还是随动物 第二个点 还是郑又荣 这边吉尔很聪明的拿到了这个外围点 接着再重新打过去 吴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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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还是郑又荣 又是菲尔兰多 这一到菲尔兰多就不好防了 就是这就不好防了 这这一到菲尔兰多就不好防了 再来 这一球选择大门 王大蕾站位不错 把球拿到 再重新打过去 依然长传 南松 吴清 卡尔德克 很从容 卡尔德克那边又倒了 吴清这条球打得不好 直接丢掉球权 前面没人 努冰冰过第一把 再把球找起来 吸塞 神扑 邓小飞 门里的感觉 反应 确实非常的好 吸塞几乎是在赌秒的时候 要搬平比分了 被邓小飞的神奇扑就拒绝 再来 再到进去里面再投球 三个高点抢一块 那就很难了 看看邓小飞刚才这个扑就 注意力非常集中 比赛打到50 94分钟了 虽然守门员的体能消耗并不是很大 但是 他回升以后的这种判断 做得非常的迅速 这是本轮最佳的扑就之一 在最后时刻 这个扑就 在体能意志力注意力都受到挑战的时候 对 这个扑就不单单他的这样一个技术动作做得漂亮 更重要的是 把这个三分牢牢的有可能是 所在了重庆 这边又是双腿 双腿都已经抽筋 吴庆又是谁 副钩好像还拉着 副钩也有抽筋 哈哈哈 原本以为 想好这一下能够防下来 但是没想到 这个小摩托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今天这个鲁鹏的多位名将 速度型名将都 先后来防御菲尔坦多 都没有完全成功 对 看看裁编还会不会实时的再给一下 因为上天补士阶段 其实重庆一番有不少的修整时间 金金道再攻一把 再给吴兴函 吴兴函再过渡一下 再给到外围丁杰 直接把球解围出去 杰而控制球权 看看他们可能还有一攻的机会 再传给进区的边角位置 再往进区里面打 可能是个界外球 这界外球还会给吗 再给 界外球攻完这一次 96分钟了 卡尔德克在场下 这是鲁能最后的进攻机会 再把球传起来 空中的压迫 在进区里面的混战 要受球 佩莱 没吹 没有给 这样的话比赛应该是结束了 佩莱再向裁判 要受球 没有 这一下感觉 受球好像还是挺明显的 再看看 之后有没有慢镜头的这样一个捕捉 比赛 比赛现在应该是吹停了 看看还有没有慢镜头的捕捉 对 而且这一下随着点球没有判罚 比赛也结束了 这一下 好 深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时都没有看到最后的这个球的一个回放的画面 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场比赛一番等于是守了这个45分钟 确实场面非常的被动 消耗也是非常的大 但是还是我们说的精神层面上的东西还是很重要 中文一番的这支球队其实说老实话 他们在本赛的大体的目标我觉得已经实现了 但是他们现在还是一往无前的追求每一场比赛的一个最优成绩 这也挺不容易的 而从山东鲁能的角度来讲 可能这场比赛的势力 对他们争夺亚冠这样一个资格来讲 还是挺怎么说 挺不应该的这样的一个丢分的情形出现 0比1 山东鲁能在争夺亚冠的关键战当中 在客场输给了重庆当代的一番 而作为立番来讲 这场比赛进一步确立了本赛季可能保机无忧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其实这场比赛我们刚才提到 立番赢的确实不容易 除了我们说他打了可能也就是25分钟的比较强势的足球 但是这个25分钟当中他的效率来的比较高 进球了 而且下半场虽然场面是非常的被动 鲁能这边也做了大胆的改变 但是好在最终这个比赛还是手下来 不容易的 真的不容易的 从重庆当代的一番来讲 本赛季他们的防守反击 首先防守其实做的是不错的 除了大家更多的会看到卡尔多克和费尔能多 在比赛当中精彩的高快组合的反击表演 今天的比赛又是如此 费尔能多贡献了大量的快速的突破 造成对方多名球员吃牌或者是犯规 而卡尔德克则打进了这场比赛唯一的一个进球 这高快都体现出了作用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他们的防守线上 今天仅仅说隋东路和刘欢 他们在门线上敢于担当的解围 其实就很不容易 其实我们说这两个球都有一些运气的成分 但是不管怎么样重之沉沉 而且在防守的这样一个体系当中 应该说他们的移动做的还是非常的迅速 其实开场我们还担心刘宇的这样一个身高 对上配来的话可能有点吃亏 但是防守我们说还是要依靠一个整体 不单单是整个后防线上的问题 更重要包括前卫 包括我们说前锋 都是在这个防守体系当中的一员 在这个体系当中当然还有功不可没的 他们的门将邓小飞 最后是和这个神器的扑袖的 可以说是力挽狂澜了 那么说了这么多了 我们看看那边远端的萌萌 已经等了很久了 他攒了很多的数据 要跟大家来分享 我觉得这场比赛看得我真的非常揪心 山东鲁能泰山无论是从开局 还是到特别是后半场的整个场面上来看 都是占据一定的优势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确实包括延误也好 包括地震也好 可能对球员心态上以及体力上 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那今天晚上一共也有四场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四场比赛的比赛情况 首先大家知道重新当代力翻是1比0战胜了 山东鲁能泰山这边 而广州复利也是4比2大胜苏宁易购 河南建业这边0比2负于长春亚太 上海绿地参花 应该是0比1和贵州横峰之城 应该是0比3贵州横峰之城是战胜了 而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个具体数据 就像我刚刚说到的这样 在空球率方面 山东鲁能泰山也是大比分的领先于重庆当代力翻 但是我们注意到 传球准确传球这一块 其实山东鲁能泰山也是占优的 但是整个比例上可能还是重新立翻这边 占据一定的优势 但是我们从这个比赛当中也能看到 山东鲁能泰山这边 其实两条边路的进攻的效率也好 质量也好 确实不是特别高 而重庆当代力翻呢 其实整个比赛都是打着自己的节奏 丝毫不受鲁能泰山这边的影响 这也和上一场比赛他们输给贵州横峰之城有一个明显的反差 而下一场比赛就要 应该就在周日过不了几天 他们就又将面对上海上港这样的强敌 所以两位老师觉得 在即将应对的场比赛当中 他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确实打强队 我觉得张外龙现在是越打越有信心了 打弱的时候 我觉得他值得注意点什么 打强队 我现在觉得强队担心的东西更多一点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 当代力翻这个防守确实做得非常的坚韧 而且他以一个防守反击的态势 我们一直提到反击必须要有空间 所以他打一些强队非常有心得 但是打上港 上港因为外援非常的强势 能不能很好的去防住 这个还是我们说的 还是要依靠一个整体 而作为今天输球一方的 山东鲁能泰山来讲 略显可惜 刚才萌萌也说了 通过数据的呈现 很清晰地展示出了鲁能 就全场比赛而言 占据的一系列优势 尤其是下半场比赛 在人员调整之后 球队其实打出了非常多有威胁的进攻 哪怕是到了最后独秒时刻 都有机会将这个比赛导入到一个不败的境地 但很可惜最后是没有能够拿到一分 对于鲁能来说 这场比赛 他们没有能够实现 像双方第一回合那样的 这样的一个最后时刻进球的 这样一个表演 正好给到的是下半场比赛的一些画面 来看一下下半场比赛 他们汇聚的一些优势 下半场其实随着西赛 包括刘冰冰的上场以后 我们看鲁能这边在阵型上发生了一定的改变 而且确实通过两个边前位内切以后 边路腾出了大量的这样一个空间 给到边后位 边后位等于我们比赛当中也说了 是在当一个边风在使用 所以打得非常的强势 而且确实也是给到对方球门足够的威胁了 但是最后一传 包括最后的连接的射门 都是没有能够很好的把握住 这个球就是我们刚才提到 运气成分占了大部分 真的不容易这球 球门线上的解围 在后面的比赛里面 还有一系列的攻门的场景 门将邓小飞表现的气定神险 今天他面对老冬家 确实也表现了非常强势 很多鲁能的球员 旧将在面对老冬家的时候 这个表现往往都不错 因为鲁能比较出人才 所以往往出去了以后 也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 这是他们最后时刻 那次投球的机会 西赛的攻门被邓小飞拒之于球门之外 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是1比0 重庆当的那番取得了胜利 那么就这个赛季到目前的情形来看 我们也看鲁能今天的比赛里面暴露出的一些问题 今天的比赛可能我们在赛前比较大的一个担忧 还是说可能对于整个系统最有帮助的塔尔德利 他的缺席对整个比赛的一个影响 正好前方给到了这场比赛 前方的一个采访的情况 我们不妨接着前方的采访 一块来看一下现场的参与比赛的运动员 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和说法 这场比赛其实当时在塔尔德利无法出场的情况下 很多人就觉得咱们三个外员肯定是雷打不动 但是今天西赛是替补出场 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呢 我们不在场比赛 但是你进入了第二个半分钟 你怎么觉得这样 为什么 因为塔尔德利能不能玩 所以外面 外面 我们会玩三个小时 所以我们必定会开始 但是你只进入了第二个半分钟 这次赛是比赛 今天 今天 今天是 是 是纽约的决定 是的 我们必须跟这个 因为 是纽约的决定 他想要我休息 这个是教练的决定 教练有他的想法 教练也是想让我稍微休息一下 但是我进下场上场之后 也拼尽了自己的权力 这场比赛其实咱们创造的机会不少 但是可惜的就是 可能两个边路的船中稍微差了一些 觉得如何提升两边路 是不是对于他的进攻还是很重要的 那么你认为我们的队长的队长 我们就为了做出这些 我们就为了做出这些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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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是不容易 但是他们就在做出这些队长 他们都在做出这些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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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们在做出这些队长 当然我们一直也在练 然后教练也在强调这个事 包括我们平常训练都一直在说传统的事 可能不是说这个所有的传统都能完美 但是他们也尽力做了 觉得今天他对郭天宇的热发挥 你让他评价一下 上了十分钟了 所以这个队长毕竟还很年轻了 然后这个我也是应该是在第一次跟他在下半场一块儿踢球 他还得继续努力 然后应该可以了 他得继续去做 刚才我们听到了西赛 关于这场比赛的一些表达 那么从这场比赛总体的情况来看 鲁能这边其实可能有不少的球迷 会觉得这是不是换得晚了 包括西赛的状态是不是不太好 确确实实 我们觉得教练员一定有他自己的想法 刚才其实西赛自己也提到过 可能出于一个休息的原因 因为这段时间赛程比较密集 但是可以看出刘冰冰上场以后 好像还蛮活跃的 但是西赛上来以后 好像还没有完全进入到比赛的节奏 但是最后最有威胁的这一项还是他 说明他还是有足够能力的 是 另外一边是重庆当代的一番 接受采访的中场彭希莉 她是提前被换下 也同样是经历了一个休息阶段 来看看她说点什么 你好 彭希莉 今天回到这个手法阵容 表现得很好 诸葛很漂亮 伤势恢复得怎么样 因为之前是认诞受伤 就是恢复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但是现在已经在医生的治疗下 就恢复得很好 就是基本上已经痊愈了 我们刚刚是经历了一个两连拜 然后紧接着又是一个一周双赛的 这么一个紧密的日程 那今天在面对山东之前 球队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一些准备 特别准备也说不上吧 就是一场一场的拼 然后因为我们队现在的一周双赛 就是起来方面也有一定 但今天大家就是顶住压力了 然后山东也是一支强队吧 能拿下这场比赛也特别不容易 谢谢 祝我们的球队在以后的赛程里面的 一直都顺顺利利的好吗 谢谢 我们看到彭心立的这个精神状态 也体现出了重庆当代一番球员目前的状态 应该说比较轻松 而且对这个又赢了一场 感觉是非常开心 因为像这种比赛赢下来 都是我们说不容易的 而且是非常鼓舞士气的 我相信重庆当代一番 随着这样一个比赛节奏会渐入加进 而且他们的这样一个战术打法 以后碰到一些强队 他们自己的这样一个心得 包括对手对于他的一个看法 会有很大的改变 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就要告一段落了 也到了节目的尾声 非常感谢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的 我们特别评论员李燕 以及我们的美女嘉宾主持 故意萌萌萌 我们今天更要感谢的是 广大观众朋友们 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我们PPTV距离体育 将会继续与大家相伴于中超的赛场 四场比赛的比赛情况 首先大家知道 重庆当代一番是1比0战胜了 山东鲁能泰山这边 而广州复利也是4比2大胜 苏宁易购 河南建业这边0比2负于长春亚太 上海绿地生花 应该是0比1和贵州横峰制成 应该是0比3 贵州横峰制成是战胜了 而我们来看一下 这场比赛的一个具体数据 就像我刚刚说到的这样 在空球率方面 山东鲁能泰山也是大比分的 领先于重庆当代一番 但是我们注意到 传球准确传球这一块 其实山东鲁能泰山也是占优的 但是整个比例上 可能还是重庆立番这边 占据一定的优势 但是我们从这个比赛当中 也能看到山东鲁能泰山这边 其实两条边路的进攻的 效率也好 质量也好 确实不是特别高 而重庆当代一番 其实整个比赛都是打着 自己的节奏 丝毫不受鲁能泰山这边的影响 这也和上一场比赛 他们输给贵州横峰制成 有一个明显的反差 而下一场比赛 应该就在周日 过不了几天 他们又将面对上海上港 这样的强敌 所以两位老师觉得 在即将应对的场比赛当中 他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确实打强队 我觉得张外龙现在是越打越有信心 打弱的时候 我觉得他值得注意一点什么 打强队 我现在觉得强队担心的东西更多一点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 当代立番这个防守 确实做得非常的坚韧 而且他以一个防守反击的态势 我们一直提到 反击必须要有空间 所以他打一些强队非常有心得 但是打上港 上港因为外援非常的强势 能不能很好的去防住 这个还是我们说的 还是要依靠一个整体 而作为今天输球一方的 山东鲁能泰山来讲的略显可惜 刚才萌萌也说了 通过数据的呈现 很清晰地展示出了鲁能 就全场比赛而言 占据的一系列优势 尤其是下半场比赛 在人员调整之后 球队其实打出了非常多有威胁的进攻 哪怕是到了最后独秒时刻 都有机会将这个比赛 导入到一个不败的境地 但很可惜最后是 没有能够拿到一分 对于鲁能来说 这场比赛 他们没有能够实现 像双方第一回合那样的 这样的一个 最后时刻进球的 这样一个表演 正好给到的是 下半场比赛的一些画面 来看一下下半场比赛 他们汇聚的一些优势 下半场其实随着西赛 包括刘冰冰的上场以后 我们看鲁能这边 在阵型上发生了一定的改变 而且确实通过两个 边前位内切以后 边路腾出了大量的 这样一个空间 给到边后位 边后位等于我们比赛当中也说了 是在当一个边风在使用 买智能家电就像苏尼一购 惠尔普洗衣机 第六感智能科技 智慧触控 高端洗户 这个鲁能显然希望能够同步的换上 这两名关键球员以后 能够启动一个反击的号角 这个好像整个气势有一些变化了 在起到禁区里边 吴清涵再给到第二点是正正 正正在左路的气球 这球蹭了一下对方 在外围第二点被他们拦截了 郝静明这个第二点拦截的情况 有点像重庆立番上半场拿那个第二点 再打回来 这真的很像重庆立番上半场的进攻 已经到了邓小飞出不来 隋东路很难处理的位置 对 而且郝静明这脚传球传在了隋东路的腰的这样一个位置 所以处理球很难受 差一点造成一个乌龙 这个很容易乌龙 对 这种类部反向再打你 就是跟上半场重庆立番打路能是一样的 很相似 再来这个球选择第一瓶球 这是没开好还是有意为之 接外球 应该还是没有能够把球罚起来 因为毕竟鲁能在禁区里面 有这么高的点 再做反向 再起高点 这球没传准 很强势 这两个人一换 感觉好像精神面貌也有很大的改观 也是释放信号 对 教练员这个说咱们这个下半场惹不起 准备开始了 是 鲁能本赛季的下半场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五 再看西赛再禁区 闪转腾罗还在 二点还是他们的 刘冰冰 外围第三点 转身之后浩俊敏 再打吴清涵 吴清涵 吴清涵 吴清涵这个球就显得视野不够开阔了 对 其实很简单 往左边路分一下就可以 吴清涵还是习惯性的内签 哦 费尔南多 这球吹犯规了吗 还要给牌 你就看看今天费尔南多一个人 能够给到对方防守上的这种压力 看看 鲁能泰山这边能拿多少张黄牌 刚才崇海斌因为帮费尔南多的快攻 吃了一张 几分钟之后 金晶涵又来一张 而且这个位置都是在后腰的位置上 对 经到现在在刘宾上场以后已经不在边路了 对 所以接下来 其实在鲁能泰山这边后腰防守上有很大的隐患 还在争夺 现在是鲁能打反击 看看 鲁能的空间很大 这是重庆很不适应的 就是对方打反击 哎呦 吴清涵这枪全丢了 这个一下子把这个快攻的好机会给传媒的 再看 佩莱再起球 这要换过来 别人给佩莱起球就对了 佩莱给别人起球这下其实质量也一般 但是吴清涵刚才这脚球传的质量确实是比较低 今天这个整体的发挥 在他今年这么多的好比赛当中算是一般 一般 而且我个人感觉一般还偏下一个 对 一般偏下 我现在都不敢说 只能先往一般里说 要不然大家又说 哎 曹哥又开始吴清涵了 哎呦 机会再跟 还是找球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 现在体能下降以后 注意力一定会有问题 虽然这一下我们看其实是对上的 但是主动性方面还是在G2这边 连郑佑容我感觉他都有点跳不起来了 对 连续做赛也有关系 这个这么热的天气 重庆到了晚间 我刚才看了看 比赛前也有32度左右 也热 关键像我们现在南方城市 温度并不一定那么高 但是他湿度大 对 对于技能消耗确实非常严重 直传 再来 哎呦 这个 这个跟 这谁 很不容易啊 这个从刘焕刚才解围这个表情来看 我觉得他其实有点紧张的 我觉得 就这个球其实踢出去要比踢进去还要难 真的 哎呦 这球真的太难了 几乎来了一个 哇 直上直下踢出去 太容易乌龙了 这个比上半场隋东路那个还难 踢十脚有可能八脚要进门的 这球都是 我觉得他有点被动 对 被动的踢成这样 运气不错 鲁能队的压力给的真的是非常大 现在当代立番这边 确实有他反击的这个力气在 嗯 啊 阿尔兰多 只要球在他这个区域或者他能够去控的话 其实还是能够给到呃 龙南泰山一定的威胁 对 我们猜在呃 刚才啊 吴兴涵那个反击的时候觉得可惜 就是其实你能打到重庆立番的反击是很难的 是 这个联赛现在能打到立番反击的球队 或者说机会不是很多 他非常注重攻守的自己队形的转移和转换 对 而且特别是 强 强 强 中超联赛的比赛 吴兰涵半场0比1 落后 长春亚太 上海绿地深花和贵州红峰制成0比0 广州富丽和江苏苏宁一构1比1 上半场重庆当代立番这边 应该说还是 很好的发挥了他们的自身的特点 而且利用了 对方体能相对不是特别充足的这种情况 先稳固住了防守 而且是顶住了山东龙泰山前15分钟 这样一个狂轰烂炸 接下去慢慢地把自身的这样一个特点 包括控球的这个区域推上去了以后找到了一次不错的机会 正正 南松犯规了 半场的条件之下 应该双方都没有做人员调整 来看看双方下不上比赛的效果 金金道 其实今天金金道的位置还是比较活的 对 先看看这个球 好球 这球难度很大 佩莱最近经常完成一些高难度动作 对 因为他的投球好 所以对于高空球的这种弱点 相对来说判断会比较准确一些 胸部停球之后的连接动作 准备侧勾 难度是相当的 这么高的队员 能够在脚步上有这样一个灵活程度 已经非常不容易 真的是跟我们赛前说的 很多的远征的球迷 对 哈尔德克 斗脚下 马上山东鲁门泰山这边形成了一个局部区域的人数优势 现在我们中超的外援真的中方球员如果一防一的话 基本上是要被过的 要么速度没对方快 要么就身体没对方好 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的双方展开了更多的中场的搏煞 这个球权的一支很难维持在一方 反复一手 看费尔南多了 这个转身很漂亮 再给南松 这球传的有点着急了 球速给的太快 凡是让费尔南多能够摆脱正面向前了以后 重庆大奈利帆这边的进攻威胁就能够显现出来 而且在费尔南多拿球以后 身旁的这些队友跑动还是比较坚决的 虽然这下我们看南松没有跑进去 但是可惜的就是可能两个边路的这个船中稍微差了一些 觉得如何这个提升两边路 是不是对于他的这个进攻还是很重要的 so how do you think about the cross from our team 我们工作为这些 我们做了工作 我们做了话 我们做了话 每天做了话 我们做了话 要距离得好 这不是很简单 但是他们试试 他们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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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完美 但是他们试试 当然我们一直也在练 然后较量也在强调这个事 包括我们平常训练 都一直在说传众的事 可能不是说所有的传众都能完美 但是他们也尽力做了 觉得今天他对郭天宇的热发会 你让他评价一下 上了十分钟了 新的游戏 过了 第八 最后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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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他很年轻 我最后的游戏 我最后的游戏 他必须努力 可能他会改变 他必须要表现 但是他试试 他不错 没错 可以 这个队员毕竟还很年轻 然后我也是应该是在第一次跟他在下半场一块踢球 他得继续努力 然后应该可以的 他得继续去做 刚才我们听到了西赛 关于这场比赛的一些表达 那么从这场比赛总体的情况来看 鲁能这边 其实可能有不少的球迷 会觉得这是不是换得晚了 包括西赛的状态是不是不太好 确确确实实 我们觉得这个教练员一定有他自己的想法 刚才其实西赛自己也提到过 可能出于一个休息的原因 因为这段时间赛程比较密集 但是可以看出刘冰冰上场以后好像还蛮活跃的 但是西赛上来以后好像还没有完全进入到这个比赛的节奏 但是最后最有威胁的这一项还是他 说明他还是有足够能力的 是 另外一边的是重庆当代的一番接受采访的中场彭希莉 他是提前被换下 也同样是经历了一个休息阶段 来看看他说点什么 你好 彭希莉 今天回到这个首发阵容表现得很好 中国很漂亮 伤势恢复得怎么样 因为之前是任代受伤 就是恢复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但是现在已经在医生的治疗下就恢复得很好 就是基本上已经痊愈了 我们刚刚是经历了一个两年拜 然后紧接着又是一个一周双赛的这么一个紧密的日程 那今天在面对山东之前 球队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一些准备 特别准备也说不上吧 就是一场一场的拼 然后因为我们对现在一周双赛 就是体能方面也有 但今天大家就是顶住压力了 然后山东也是一支强队吧 能拿下这场比赛也特别不容易 谢谢 祝我们的球队 大吸力 油烟机 苏宁易购 邀您观赏精彩赛事 买品质国货 就上苏宁易购 还是再回来 这串打得不错 看怎么去核心区域 还是给吴兴涵 顶到中间 这球差一点就连接成功了 邓小飞的提前移动非常重要 是 但不管怎么说 龙泰山这一波进攻应该打得很有趣 通过边路 回到中路以后 再找到一个第二空档 当代立番还是要顶 没办法 现在因为很现实的就是比分领先 想要再次能够获得一些场面上的优势 可能性我觉得并不会特别的大 双方的第一回合比赛 就是重新当代立番 在30分钟附近 由负尔兰多破门领先 到82分钟山东鲁龙 是才由佩莱办了比分 来看这个比赛的剧本 复制一下 是不是这个剧本 还是今天要搞一个不一样的 重新的球迷和山东的球迷 都显得非常热情 这条球没处理好 山东鲁龙泰山在进攻的时候 后场留的人现在非常少 因为两个边后卫 齐齐地顶上以后 现在其实增加的运动量 是在后腰身上 有可能当对方 有手转攻的一刹那 后腰除了顶防之外 更多的还有可能要 补到两个边路去 金金奥是只能跑 你看这个攻的时候 他也是顶得非常靠上 对 来看左边 正针 再趟一步 绕开 再起 到进区里面 西菜 点一把 角球 真是拿了一把的角球 上半场重庆拿了一把角球 下半场鲁能拿了一把角球 这个角球确实说明 他在这一段时间 给到对方进区里面的这种压力 对上半场 重庆应该是5比2的角球 正牌的 那边卡尔德克只是入选过巴西国 正针 中路的控球 好几米 二难多 临近上半场比赛结束了 所以重庆当代立班 肯定要控节奏 我能的角度来讲 确实体能有一点要调整的意义 是 也不愿意轻易地再发力 中路的衔接 确实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就之前说的 郝俊敏 周海斌 和金金道的这个三人的中路衔接 金金道虽然为右边前 但是他很多的时候都是内收到中路 内收 是 这三个人之间的衔接 现在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吴清函想过度给他们三个人 他们三个人很难把这个球权完全控制下 对 好了 上半场比赛结束了 卡尔德克是上半场比赛的进球者 他跟佩莱的中锋之争 上半场比赛他是占据领先的 全赛的转播部分 大家现在关注到的是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放松的 第21轮的中超联赛的比赛 重庆当代一番 例类主场 面对山东辱门泰山的比赛 这场比赛在重庆奥提中心进行 上半场比赛 重庆当代一番 1比0 领先对手 进球的是卡尔德克 上半场比赛 进行到37分钟 卡尔德克的头锤攻门 帮助球队战先 同一时间在进行的 其他的几场中超联赛的比赛 横建业半场0比1 落后长春亚太 上海绿地生花和贵州 红红制成0比0 广州复利和江苏苏宁 异购1比1 上半场重庆当代一番这边 应该说还是 很好的发挥了他们的自身的特点 而且利用了 卡尔德克 也没想到 王同会突然间来这么一下 现在再给身后 这球给的臭 现在看这个状态 这不怎么样 这上来这两下 比刘明明差了很多 现在出球的次数 努能这边要多出 重新立番 要100次了 其实先看这个球 再来准备分 被对方先识破 刘明明这个番强漂亮 再来看刘明明给佩莱 准备再打到进区 没成功 其实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 我们看双方传球次数差的不多 对 差的不多 包括控球率差的也不多 但现在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分野 是 而且下半场其实我们能够看出 山东龙龙泰山 他所控球的这个区域 也是非常接近对方的禁区了 现在是整体的压住对手 对 因为之前的一段时间 连续的被他抢到二点球以后 所以他开始慢慢的 对于比赛的节奏的掌控 有所增加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 传球的区域可能更具威胁性 是谁错 刘明明说没戴老板拦截 戴老板停赛了 戴老板是四皇停赛 冰冰胖了 好像是有一点 一般来说 现在职业球员相对来说 对于身体机能的这种捕捉 俱乐部会管得比较的严 而且外籍教练偏多的情况下 他们又比较看重这一方面 有可能不一定是胖 就是有可能他增加了肌肉的这个线条 比以前要粗壮一些 有可能就是正好是受伤 对 增加了一些室内的这种 是吧 器材方面的这个断领之后 肌肉线条变化 一个小时多一点了 鲁能加弹厂比较坏人后 施压了大约十几分钟的时间 现在就看看我们 说上半场 当代力翻这个 在施压过程当中 取得了场面的控制 但是能不能进球 再给右侧张池上来了 张池上来是怎么传了 传给了后点 那边是陈磊顶道 吴兴涵 我们把球控制一下 邝志明没有远射 而是给到地区里面做强 好漂亮 第一拼球到中间 这个球是隋东路一个回身 把球切断了 再上抢 我抢得凶啊 现在对2点3点的这个拼抢 就感觉也突破了体能方面的压力 对 而且进行到回到中路 和浩俊敏之间 形成了很好的呼应 又来了 又来了 邓肖飞这下不容易 这个是教练的决定 教练有他的想法 教练也是想让我 稍微休息一下 但是我进下半场 上场之后 也拼尽了自己的权利 这场比赛 其实咱们创造的机会不少 但是可惜的就是 可能两个编路的这个船中 稍微差了一些 觉得如何提升两个编路 是不是对于 他的这个进攻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觉得我们的阶线 我们是为了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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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很简单 但是他们试试 他们试试 他们试试 全练习不完美 但是他们试试 当然我们一直也在练习 然后教练也在强调这个事儿 包括我们平常训练 都一直在说传众的事儿 可能不是说 所有的传众都能完美 但是他们也尽力做了 觉得今天他对郭天宇的热发会蛮逸 让他评价一下 上了十分钟了 所以这个队员毕竟还很年轻了 然后这个我也是应该是在第一次跟他在下半场一块儿踢球 呃 他也很年轻 这个队员毕竟还很年轻了 然后这个我也是应该是在第一次跟他在下半场一块儿踢球 呃 他也得继续努力 然后应该可以了 他也得继续去去做 好 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西赛 关于这场比赛的一些表达 那么从这场比赛总体的情况来看呢 呃 鲁能这边呢 其实呃 可能有不少的球迷啊 会觉得这是不是换得晚了 包括西赛的状态是不是不太好啊 呃 确确实实 我们觉得这个教练员一定有他自己的想法 呃 刚才其实西赛自己也提到过 可能出于一个休息的原因 因为这段时间赛程比较密集 呃 但是可以看出呃 呃 刘冰冰上场以后好像还蛮活跃的 但是西赛上来以后 好像还没有完全进入到这个比赛的节奏 确实需要休息的这种感觉 呃 呃 但是最后最有威胁的这一下还是他 呃 说明他还是有足够能力的 是 呃 另外一边呢 是重庆当代了一番接受采访的中场彭欣利 他是提前被换下 也同样是经历了一个休息阶段 来看看他说点什么 你好彭欣利 今天回到这个首发阵容表现得很好 中国很漂亮 呃 呃 呃 因为之前是任代受采访 就是恢复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呃 但是现在已经在那个医生的资料下 就恢复得很好 就是基本上已经全域了 呃 呃 我们刚刚是经历了一个两连败 然后紧接着又是一个呃 一周双赛的这么一个紧密的日程 那今天在呃 呃 面对山东之前球队有没有做什么 而球队的中锋呃 呃 战术价值都非常的高 呃 呃 佩莱如果在禁区里面能够备身互助球的话 后排 郝俊敏 金钉道 包括在后腰位置上的周海斌 正面都有一脚远射的能力 而远禁区呢 更多的可能通过后腰再转移到边路 那这样的话 其实战术的这样一个线路来的会更为的丰富一些 战术犯规啊 王瞳是今天防守菲尔兰多的关键 菲尔兰多的速度呢 已经是中超人人戒指啊 啊 这个必须在原头夹死 对 而且王瞳这一下应该说防守犯规的非常的好 因为这个区域我们说是在对方的半场 呃 但是 防守犯规的动作又不大 得不到黄牌 这就是实惠了 嗯 我相信这场比赛作为马加特来说 对于 对方的 菲尔兰多防守一定会有一些针对性的部署 因为毕竟 他的速度是任何一支中超球队防守球员所顾及的 像摩托一旦开足马力 啊 特别是双方的第一回合较量 菲尔兰多对山东鲁能啊 对对方整个后场的侵袭啊 可以说几乎是致命 哎呦 哦 这个球看上去有些意外啊 中间好像反复经过了碰撞和折线 最后是佩莱碰到球了 呃 正像金超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意外 有一个折线以后 好像佩莱没有完全准备好 但是凭借着自己的本能去挡了这一下 对这是郑又荣碰了一下 然后这边是谁啊 是隋东路又碰了一下 对 等于佩莱感觉脚刚刚要弹起来 球已经到了 还没来得及做这个摆动腿的动作 但是这会儿呢 我们感觉到山东鲁能现在的气势确实不一样 对 他们希望避免双方第一回合曾经发现的错误 就是上来给对方压力不够大 反而被对方的反击所致 那场比赛他们到最后才能够发力 是 但是这个时候就要看看重庆当代立番 能不能扛住对方开场的这几板斧 能够顶住这一段时间以后 逐渐适应对方的进攻节奏和线路 慢慢地找回球权 快速地把自己的反击质量能够提升 不过这两支球队我们说都是依靠速度的 鲁能这边两个边路非常有特点 速度非常快非常灵活 而重庆当代立番则是在各条线路上 他都有比较快速的队员 对有的时候是球走的快 有的时候是人走的快 对 从开场走球 再看啊 其实吴兴涵之前已经很被动了 这一拉很重要 一拉把对方拉慢的同时 他上去了明显一步 这个抱怨裁判可能用处并不大 除非你在进去外 他拉了这一下你就停 这小摩托到90分钟还是动力十足啊 这油加的很满 嗯 吉尔过去跟飞尔南多聊两句 吴庆也被台下 前面卡尔德克 这样的话时间消耗了不少 嗯 估计裁判呢还会实时的再多补一点点 上天捕食前后 重新立番 基连有一些 伤病的 这个需要捕食的时间 出现 现在的计时器是走到了将近93分钟 卡尔德克应该没有问题了 回来 还是冲掉 还是隋动物 第二落点 还是郑又荣 这边吉尔很聪明的拿到了这个外围点 接着再重新打过去 吴兴函 吴兴函 点 还是郑又荣 又是飞尔南多 这一到飞尔南多就不好防了 这这就不好防了 这这一到飞尔南多就不好防了 再来 这球选择大门 王大蕾站位不错 把球拿到 再重新打过去 依然长传 南松 吴庆 卡尔德克 很从容 卡尔德克那边又倒了 吴庆这条球打得不好 直接丢掉球权 前面没人 努冰冰过第一把 再把球抄起来 吸塞 有神扑 邓小飞 门里的感觉 反应 确实非常的好 这是神扑 西赛几乎是在赌秒的时候 要搬平比分了 被邓小飞的神奇扑就拒绝 再来 再打 又来了 机会继续里面混战 外围再给一球 低平球打在防守队员身上 这会儿鲁能确实是有点喘 对 刚才这个球 王瞳似乎是在禁区里面有点手球的嫌疑 二次的进攻 看看 有机会 重庆 是卡尔多克 在连续施压的条件之下 重庆当代立番 终于破门得分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进攻的效率 因为连续的给到山东鲁能这边压力以后 其实我们说 这样的一种情况 当代立番这边消耗也会非常的大 但是正是这个时候他们得分了 那说明他们的进攻成效出来了 这15-20分钟左右的时间连续的施压 如果这个不能够得分 他们可能这股气也就泄了 对 但在这一刻 鲁能是先泄气了 这是相当于定位球之后的二攻 刚才李老师说的第二落点 第三落点 反复被对方拿到 对 这点 应该说鲁能在最近的10分钟 都会显得比较的被动 可能体能上确实受很大的影响 所以在二点球的这种判断 以及事先的移动上 当代立番来的更快速一些 进去里面好像不光是卡尔德克 还有隋东路 两个高点都还留在 对 因为前面是定位球 隋东路还在 这个形成了一个双轨拍门 两个高塔 同时压向你进去的这种态势 是 而鲁能刚才是想快反 防守队员好像都已经不在合理的位置了 是 因为连续的攻防转换 我们说对方拿到了二点球 再回到禁区里面 这个时候相对来说 防守的位置是会有点乱 这球没吹犯规吗 还是吹了 这样的话就看鲁能了 鲁能前面十几分钟踢得非常好 也获得了很多的机会 但是后面 由于我们之前提到的 他们这个也没踩场 这个飞机也没准点 又碰着地震 对 各种各样的原因 再加上周中连续做赛 就感觉是遇到一点点平静了 我只是 这个有点定不住 而且现在鲁能感觉 浩俊敏 包括周海斌 金钉道 这些中路的球员 他在中路这个区域拿不住球 而且三个人传不起来的这种情况下 两个边下不去 所以显得佩莱在前锋线上 特别到禁区里面的这种机会是不多的 这跟比赛的开场前一刻钟区别很大 你佩莱顶不住 两个边路还没上来 球权就已经没了 现在上来了 上来了 最终球出不来 顶低一点 吉尔也上来 这意味着整个队形全部过 所以也采用了一些非常规的这样一个手段 还是太远 就直接选择这个对球门本身想要乏力 就显得有点难 这个就是我们说高空球上佩莱和西在两个人的不同之处 有可能在这个区域佩莱就选择一个投球百度了 对 佩莱是侧应为第一 对 鲁农泰山这边要遇到一些时间上的压力了 77分钟 帅康不碰头 大吸力油烟机 苏宁易购 邀您观赏精彩赛事 买品质国货 就上苏宁易购 还是再回来 这串打得不错 看怎么去核心区域 还是给吴兴涵顶到中间 这球差一点点 就连接成功了 邓小飞的提前移动非常重要 是 但不管怎么说 鲁农泰山这一波进攻应该打得很有序 通过边路 回到中路以后 再找到一个第二空当 当代立番还是要顶了 没办法 现在因为很现实的就是比分领先 想要再次能够获得一些场面上的优势 可能性我觉得并不会特别的大 双方的第一回合比赛就是 重新当代立番 在30分钟附近 由菲尔兰多破门 领先 到82分钟山东五能是 才由佩莱办了比分 来看这个比赛的剧本 复制一下 是不是这个剧本 还是 今天要搞一个不一样的 重庆的球迷和山东的球迷都显得非常热情 只能先往一般里说 要不然大家又说 超哥又开始 吴金函了 机会 还是脚球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现在 体能下降以后 注意力一定会有问题 虽然这一下我们看其实是对上的 但是主动性方面还是在吉尔这边 你连郑又荣我感觉他都有点跳不起来 对 连续做赛也有关系 这个这么热的天气 重庆到了晚间 我刚才看了看 比赛前也有32度左右 也热啊 对 关键像我们现在南方城市 温度并不一定那么高 但是它湿度大 对 对于技能消耗确实非常严重 直传 再来 这个 这个跟 这个谁 很不容易 这个从刘焕刚才解围这个表情来看 我觉得他其实有点紧张的 我觉得 这个球其实踢出去要比踢进去还要难 真的 这球真的太难了 几乎来了一个 直上直下踢出去 太容易无龙了 这个比上半场隋东路那个还难 踢十脚有可能八脚要进门的 这球都是 我觉得它有点被动 对 被动的踢成这样 运气不错 鲁能队的压力给的真的是非常大 现在 当代立番这边 确实有他反击的这个力气在 八脚蓝多 只要球在他这个区域 或者他能够去控的话 其实还是能够给到 龙南泰山一定的威胁 所以我们他在 刚才吴兴寒那个反击的时候 觉得可惜 其实你能打到重庆立番的反击是很难的 是 这个联赛现在能打到立番反击的球队 或者说机会不是很多 他非常注重攻守的自己队形的转移和转换 对 而且特别是强 强队打立番的时候 你再找到这样的机会 就太不容易了 肯定很难 刚才这个阶段节奏还是非常快 当然节奏一直是鲁能在主导 除了丁杰上来以后 做了一次漂亮的直传以外 其他的时间里面 可能还是可以给对方反复的试验 因为现在前场有佩莱和西在两个高点了 所以王大雷这边拿球 可能来的更为的简练一些 因为过多过于繁琐的这样一个中场组织 但是有可能反而是会增多很多的无谓的传球 当代立番还是要顶啊 没办法 现在因为很现实的就是比分领先 想要再次能够获得一些场面上的优势 可能性我觉得并不会特别的大 双方的第一回合比赛呢 就是重庆当代立番 在30分钟附近 由负尔南多破门领先 到82分钟山东路龙是 才由佩莱办的比分 来看这个比赛的剧本啊 复制一下 是不是这个剧本 还是今天要搞一个不一样的 重庆的球迷和山东的球迷都显得非常热情 这条球没处理好 山东路龙泰山在进攻的时候 后场留的人现在非常少 因为两个边后卫齐齐的顶上以后 现在其实增加的这个运动量是在后腰身上 有可能当对方 有手转攻的一刹那 后腰除了顶防之外 更多的还有可能要补到两个边路去 金金奥是只能跑 你看这个攻的时候他也是 顶得非常靠上 对 来看左边 正正再趟一步 绕开再起 到进区里面西菜 点一把 角球 真是拿了一把的角球 上半场重庆拿了一把角球 下半场鲁能拿了一把角球 这个角球确实 说明他在这一段时间 给到对方进区里面的这种压力 对上半场 重庆应该是5比2的角球 下半场应该现在可能是8比5 9比5 但是鲁能的这个角球的转化率 到现在这并不好 对 随东路这个点还是管用 进区里面他一个 卡尔德克一个 左边路 内部的进攻 给出来 吴森涵 起球 高了 嗯 球速不够 这个落点已经很靠近守门员这个区域了 如果没有平快的球速的话 出来一般来说 守门员会占据很大的优势 担动鲁能也有6次 脚球的次数是5对2 重新立番要多一些 任一球达到了11对4 机会 担动鲁能这个球是从左路直接弃球 虽然这一次 震争这边没有任何的防守压力 看看 这个要给牌了 周海斌因为防范对方 虽然是中场的提前犯规 但是已经是身后或者侧身后的铲球动作了 对 黄牌 确实这一下 重新当代立番这边形成了很好的反击机会 前场大片的 区域的这样一个空间 海斌这一下如果不犯规的话 后卫很麻烦 到底是退还是顶 这个选择是比较纠结的 因为毕竟还有前叉的队员 所以作为后腰来说 这个就像我们看棒球比赛当中的牺牲打一样 牺牲自己能够更强的去把后防线上 这样一个空档所弥补 李燕也是多年的后腰 这个工作也非常熟悉 对 PPTV智能电视点燃中超赛场 PPTV智能电视 PPTV智能盒子 具体域电视应用三重选择 进行中超盛业 今天的比赛呢 是由李燕指导和金超呢 与大家共同在PGV距离体育来分享比赛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隋东路 身高可以 可能在身体对抗力量方面和佩莱比起来的话 可能要稍微吃亏一些 好像他今天的身体状况也不是那么那么的好 对 要换了 要换了 而且是换两个人 刘冰冰要上 西赛要上 换下了刚刚吃牌的中海斌 这是一个加强进攻的信号 金星道应该是要回到中场中路的位置 对 这样的话金星道一旦回来 他和郝俊明组成的这样一个双后腰配置的话 更大可能的会解放郝俊明 而另外一个换人则是西赛换下的曹胜 这也是意料中的换人 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 两个换人名额 把球速传得更快一些 吉尔开始选择一些要钱的防守 这很不容易 对 他正好对上卡尔德克的话 可能身体的力量对抗性方面 他还会感觉自己有一定优势 如果真的对上小个队员 因为对方的脚步有可能比他快 所以抢前是有一定风险 这也是根据对手做了一些选择 对 正正手抛球 没第一时间发力 这脚传得不错 我觉得马加特是不是考虑一下西赛 我在想这个问题 是吧 就是这么被动的情况之下 你这个说实话 小象曹胜 你还没有发挥什么特别明显的作用 就是我们说这个37分钟 38分钟到现在没有看到曹胜的这样一个特写进度 是 说明他的球权获得的确实不多 而且在进攻当中的这种参与程度 也不是那么明显 西赛虽然不能像塔神一样那个穿连前场 但是西赛这个拿球护球 这过度这个能力肯定要比这个年轻小将要强很多 对 而且对方现在防守注意力只有配来一个点 对 那是不够的 这马赛特似乎还没有换西赛的意思 见高不见远 这球还在重庆一番的禁区边角 武庆 武庆率先大步把这球蹚出来 再给菲尔兰多准备大反击 这种防守相对是冒风险的 一旦让对方人球封过过去 那后面大把的空当 当代离番打得也很聪明 知道对方体能这段时间不好 逐渐逐渐获得比分领先以后 没有很好机会 他就在后场空 你上来抢 我开始倒 不上来抢 我就在后面把节奏尽可能的打得缓慢一些 我菲尔兰多这球的状态比这个周末好多了 这个转移很漂亮 这卡尔德克和菲尔兰多今天的状态都比打贵州的时候好 这个太灵动了 这个 这刚才佩莱防守对方菲尔兰多只能用眼神去防守了 这真没办法 有的时候就感觉菲尔兰多他除了足球运动以外 我觉得他可以参与一些极限运动 比如搞个什么滑板 搞个什么动力机车什么 跑酷我估计他也很厉害 速度爆发力协调性都非常好 因为连续的攻防转换 我们说对方拿到了二点球再回到禁区里面 这个时候相对来说防守的位置是会有点乱的 这球没吹犯规吗 还是吹了 这样的话就看鲁能了 鲁能前面十几分钟踢得非常好 也获得了很多的机会 但是后面由于我们之前提到的 他们也没踩场 飞机也没准点 又碰着地震 各种各样的原因 再加上周中连续做赛 就感觉是遇到一点点平静了 我只是有点盯不住 而且现在鲁能感觉 韩俊敏包括周海斌金钉道 这些中路的球员 他在中路这个区域拿不住球 而且三个人传不起来的这种情况下 两个边下不去 所以显得佩莱在前锋线上 特别到禁区里面的这种机会是不多的 这跟比赛的开场前一刻钟区别很大 你佩莱顶不住 两个边路还没上来 球权就已经没了 现在上来了 上来了 最终球出不来 顶低一点 吉尔也上来 这意味着整个队形全部过半场 这是要起球了 金钉道直接起球砸进去 邓小飞出击很不错 这球控制下来 虽然佩莱在禁区里面有绝对的身高优势 但是 船中 还是要 把球速传得更快一些 吉尔开始选择一些要钱的防守 这很不容易 对 他正好对上 卡尔德克的话 可能身体的力量 对抗性方面 他还会感觉自己有一定优势 如果真的对上小个队员 因为对方的脚步有可能比他快 所以 抢前是有一定风险 这也是根据对手做了一些选择 对 正正 手抛球 没第一时间发力 这脚传得不错 我觉得马加特是不是考虑一下西赛 我在想这个问题 是吧 就是这么被动的情况之下 你这个说实话 小将曹胜 你还没有发挥什么特别明显的作用 就是我们说这个37分钟 38分钟到现在 没有看到曹胜的这样一个特写进步 说明他的球权获得的确实不多 而且在进攻当中的这种参与程度 也不是那么明显 西赛虽然不能像塔神一样 那个穿连前场 但是西赛这个拿球 护球 这过渡 这个能力肯定要比这个年轻小将要强很多 对 而且对方现在防守注意力只有配来一个底 那是不够的 这马来特似乎还没有换 见高不见远 这球还在重庆一番的进区边角 吴庆 吴庆率先大步把这球蹚出来 再给菲尔兰多准备大反击 这种防守相对是冒风险的 一旦让对方人球封过过去 然后后面大把的空当 刚才立番打得也很聪明 知道对方体能这段时间不好 逐渐逐渐获得比分领先以后 没有很好机会 他就再哄上空 你上来强 我开始倒 不上来强 我就在后面 把节奏尽可能的打得缓慢一些 我非常能够这球的状态 比这个周末好多了 这个转移很漂亮 卡尔德克和菲尔兰多今天的状态 都比打贵州的时候好 这个太灵动了 刚才佩莱防守 对方菲尔兰多 只能用眼神去防守了 这真没办法 有的时候就感觉菲尔兰多 他除了足球运动以外 我觉得他可以参与一些极限运动 比如搞个什么滑板 搞个什么动力机车 跑酷我估计他也很厉害 速度爆发力协调性都非常好 看他进球以后的这种空翻 这真没办法了 鲁农今天其实派上的一些防守队员都偏速度 像王瞳 张驰 金进道 这都是能够有相当强的回追的 但是现在好像也只能是被动回追 包括左边后卫阵阵这边也快了 距离很远 应该还是选择传球的 这不会又是郑永荣吧 郑永荣真是 这个半场罚了两位数了快 这回是非常难多 但是没罚准 嗯 今天这些顶出来的球很多都是重新 哦 又犯规啊 这接着罚 其实第一下正真在投球解围的时候 可以更清楚一些的 给到生前的吴兴函 因为吴兴函这个时候是没有人盯的 所以有的时候 其实在解围的时候 如果把这个质量提高的话 想办法解围 带有一些目的性的传球 能够结合起来的话 那就好 湖中做赛 一周多赛 嗯 想把节奏放一放这个意思 是很快啊 又来了 菲尔兰多 小摩托 上一场比赛 没怎么开得起来 看这场 南松想过渡一下 没成功 向右侧转移了 沈雷上来 哦 船子可以 确实有点滑 双方的 这彭心力 也没有控制好这个点 今天这种场地条件 有可能会有一些意外 意外 是 因为在这个 就像柳尔兰刚才说的 可能在水泵的下面 可能躲藏着一个 看上去 你不可以预测的坑 这个 它具体会弹成什么样子 是变相的 还是弹起一个意外的高度 好像都有可能 对 买智能家电 就上苏宁易购 百年品质 美国惠尔普 百年智慧 第六感喜护 这个球正正在位置判断上有问题 菲尔兰多这脚球 选择了低平球传球 在王大雷的控制范围内 因为正好赶上菲尔兰多的右脚 所以在角度偏小的这种情况下 选择传球应该是合理的 但是正是因为赶上了他的右脚 所以传球的质量 远远要低于他的左脚 这球看上去略显可惜 当然从防守的角度来讲 这个正正应该是在第一时刻 对这个斜线的判断 出现了一些判断失误 对 因为这个中长船的转移球 一般来说 给到边后卫判断的时间 还是比较充分的 但是这一下 正正的判断 出现的偏差还是比较的大 巴尔兰多在上一场 对阵贵州横峰智诚的比赛里 几乎都没有太多的这种 强突击表现 对 横峰智诚 对整个阵型收缩 非常明显 但鲁能不是这么踢的 鲁能要开放很多 两个人有点搅在一起了 再看看浩俊敏的输送 能扛住 他是能扛住的队员 配来是真厉害 这是多少个人在围着他 再到吴兴寒这边 吴兴寒内切 大门 这是吴兴寒标志性的攻门方式 虽然我们说这次进攻 山东鲁能这边已经把整个宽度压缩到大禁区之内了 应该说非常的挤 但是还是通过有效的转移以后 找到这边相对比较空的吴兴寒 而且吴兴寒这一下连接的速度还真是不错 最后射门稍稍有点运气 这真的也体现出佩兰 他作为战术牵制点的这种功能性 对 不管是 武能轻训他这方面走在中超球队前沿的 人多 所以我们看替补席上很多小将 通过这样一个政策 或者通过他们自身的这样一个努力 还是能够获得很多的这种出场机会 从这角度看南松和吴兴寒的发型 有点像 现在流行这款 前20多分钟 当代立番并没有组织起比较像样的这样一个公式 看看这个定位球怎么样 上一个定位球 由于浩俊敏在盯人上出现的壁楼 其实是有威胁的 是 再来看这边 打门啊这是 这球出去的这个线路看上去很诡异 王大雷是不是出击的时候没想到郑永龙这是准备射门 是 这个球一般按照常理来说是往回转的 但是我们看正脚被出去以后 这个球是往门里走的 而且球速还来得挺快的 这种球 这个燕兄你在踢比赛的时候有这种球的发挥 我记得竞争有这种球的发挥 就远射相对来说还是发力会好一些 这个是不是也跟这个球场条件 包括球上滚了水有关系 这个感觉变化有点诡异 再来看第一瓶球再给菲尔兰多 内部传中 哎呀 这球是自己传出去的 这个不应该 菲尔兰多自己也不太满意自己的这次传中 对 前差非常好 而且后方来球也非常的及时 应该说有充裕的时间做脚步的调整 其实像这种湿滑的场地球会比较的沉 对于守门员来说 它的这种出击以后的选择是比较关键的 一般来说像这种情况下 大多数的守门员是要用拳击的状态 把这个球尽可能的打远 如果去接的话 因为我们说这个球比较重 有的时候万一出现脱手 倒反而是会给到对方补射的机会 今天这边是王大雷对面的邓小飞 也是之前这个山东鲁龙的门将 对 而这球出的不好 邓小飞其实门里的能力也不差了 是 那个时候在 还是江苏 是 他有一个多长时间不失球的记录 是他的 也是国门之一 是 陈磊这球听得也挺难为他的 还旋转了180度 把这球控下来 郑又荣在整个中场的攻守连接的 在重庆里面的作用非常明显 这是卡尔德克的作用 现在突然间出现在左路的小摩托 切 打进去里面 叫球 随着控制力加强以后 两个编和位上的来了 这上半场比赛很多的时间里面 特别是张驰这次被负尔兰多的压制 太明显 那个阶段是 连续的 都是1.2点 并且就是从左边路的起球 是 又是准备 在防对方的防反 线路选择非常的好 看看 这个不太明智的一个选择 对方三个人的包夹 还是想强行的往内线去切 有用户说超哥超哥 正好看一下大家评论 超哥超哥李松毅停赛了 好吧 李松毅今天在名单里 带领停赛了 啊 居然还是身体好啊 我现在球走起来了 嗯 这时候差点失误 大雷脚下基本功可以啊 嗯 一脚的传递也不慌张 而且出球的这个质量很有保障 赛索边路还是刘冰冰 下半场比赛上刘冰冰以后 他显然变成了主攻点 五好球 西赛 这脚球打的比较离谱 应该是直接提刺了 对 很明显这脚外脚背的直传 做的非常不错 嗯 但是膝塞跟进以后 呃 脚步的调整没有做好 再看一下 外脚背拨很很隐蔽 这下如果更冷静一些的话 其实脚腕抖一下 往中路进行一下横传 对 这边角度还是太小 对 呃 鲁能本赛季下半场惹不起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通过 人员调整之后的战术变招 是 就有一些球员可能不在先发阵容里面 但的的确确他们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这个 呃 商欲付出之前啊 受伤之前的刘冰冰啊 包括 吴兴涵的替补啊 都起到过很重要的作用 今天的比赛很明显 就替刘冰冰上场 刘冰冰就变成主攻点 哈哈哈 对 而且鲁能太生这边有点不走运的就是 在塔尔德利 状态这么好的情况下 突然之间有一些伤病 很好的限制住对方第一处有点 因为如果很顺畅的让 呃 切下呃 切断第一 道的这样一个圆头 那可能 接下来的防守 会相对比较稳固一些 现在进入喝水时间 也看一下大家的 留言的情况 啊 演员 刘雨龙说 感觉吴兴涵一上 鲁能就主打边路突破 这一场感觉佩莱会进两个球 阿森纳艾鲁能说 希望这个曹胜能进球 希望冰冰复出能有好的状态 希望 郭天宇能够有机会上场 这个 有球迷没听见首发 一会我们根据阵型站位 也可以再说一下 嗯 还有更多的球迷为久债 为久债勾起伏啊 这个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 因为这场比赛呢 其实索塞地啊 重庆和重庆奥体中心 其实距离这个我们的 这个地震的震源都不算太远 是 先看这边啊 惊到这球没能甩出来 见离柱 荆轲 这个留言说超哥是否感冒了 感觉声音有点变化 起伏久债勾 希望鲁能拿三喷 哎 我是有点感冒了 这个室内室外温度 温差太大 嗯 比较尴尬的这样一个高度 没有选择直接的投球攻门 佩莱在一些高球上的处理 它比较多样化 而且相对比较合理的 虽然它有足够的身高 而且优势非常的明显 但是有的球它不勉强 不勉强直接顶人 而是通过更多的这样一个蹭球 或者回座 为自己本方的队友去闯到机会 我说白了就踢的比较意大利 意大利人其实踢球很聪明 是 很多元 黄许敏中路的过渡 这是精进道 精进道这是干嘛 这是传中还是转移 没看太明白 但是陈雷这个球解决的不好 再打回给吴兴寒 吴兴寒的边路 贝莱靠过来接 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 看看能不能再转移 这球给的不好 给到身后了 周海斌 这几脚都没给好 都想把这个球速走得更快一些 但是最终的一个出球点都没有把握住 是张驰还是周海斌 反正这脚球是没穿好 是 前面的20分钟的比赛 应该说梅花建筑 双方打得很流畅 速度很快 但很可惜 没有进球 其他战场上 我看这进球 以重庆当代的一番的特点 他的反弹的速度很快 是 鲁能这边 还是希望从佩莱过渡 限制佩莱 还真是刘宇上去做第一步的上抢 因为这个是脚下球的争夺 刘宇就先上了 对 这球给黄牌 卡尔特克 双方今天是两位 战装型中锋 或者叫做战术型中锋 的直接对决 是 这两名中锋 其实在自己本方 进攻时候的这种战术价值 应该说非常的大 都是有很强的身体 而且背身的拿球都非常好 能够很有效的帮助自己后排队员 即时的跟进 而且一旦有船中的这种可能性的情况下 去到禁区里面 对于对方的这种后卫的压迫感 又非常强 进行到突然之间变相 内切 今天呢 在替补骑上有了复出的刘冰冰 这是山东鲁龙的另外一个变招 对 这边 打了 左脚正针 这脚球应该说打的质量还算是不错的 但是重庆当代理番这边防守还是比较注意 思想比较集中 封堵的是相对比较快速一些 这两位教练员 张外龙和马达特都对训练格外的残酷 都不是严格的问题 是格外的残酷 也能看到今天这个比赛刚开场 拉的这个节奏 没有那种说周中做赛 一周多赛 想把节奏放一放的那个意思 很快 又来了 菲尔兰诺 小摩托 上一场比赛没怎么开得起来 看这场 南松想过渡一下没成功 向右侧转移了 陈雷上来 船都可以 确实有点滑 双方的 这彭心力也没有控制好这个点 今天这种场地条件 有可能又会有一些意外 意外 是 因为在这个 就像柳尔兰刚才说的 可能在水坑的下面 可能躲藏着一个看上去 你不可以预测的坑 这个 是 它具体会弹成什么样子 是变相的 还是弹起一个意外的高度 好像都有可能 对 买智能家电就上苏宁易购百年品质 美国惠尔普百年智慧 第六感喜护 这个球正正在位置判断上有问题 菲尔兰多这角球 选择了低平球传球 在王大雷的控制范围内 因为正好赶上菲尔兰多的右脚 所以在角度偏 更多的还有可能要补到两个边路去 金尼奥是只能跑 你看这个攻的时候 他也是顶得非常靠上 对 来看左边 正正再趟一步 绕开再起 到进区里面西菜 点一把 脚球 真是拿了一把的脚球 上半场重庆拿了一把脚球 下半场鲁能拿了一把脚球 这个脚球确实说明他在这一段时间 给到对方禁区里面的这种压力 对 上半场重庆应该是5比2的脚球 下半场应该现在可能是8比5 9比5 但是鲁能的脚球的转化率到现在这并不好 对 隋东路这个点还是管用 进区里面 他一个 卡尔德克一个 左边路 内部的进攻 推出来 吴清涵 起球 高了 嗯 球速不够 这个落点已经很靠近守门员这个区域了 如果没有平快的球速的话 出来一般来说守门员会占据很大的优势 而邓小飞呢属于那种积极活跃型 他这个初期的意愿也很强烈 对 他控制的范围也比较大 他还有王大雷都是这种 对 这个就是说一定要有球速 只有球速快了以后才有可能出现守门员对于这样一个落点判断出现失误 嗯 再从另外一侧尝试一下 左路攻不透 再给刘冰冰 刘冰冰 反过来再给张池 张池攻不透 全都回收了 冲进那番全连回收 这条球其实传的很有想法 对 看上去是要往右边路走的 但是一看对方防得比较死 索性来一脚比较突然的斜传 比较突然瞄了一下马上就传 这条球今到现在真的是 越来越我们说升级了 就刚才你说境界是吧 境界就是说一定要踢到非常潇洒的这样一个 但今一到呢 确实这段时间你别说进步还挺大 因为像他这种以前属于功能型的后腰 完全处于防守状态的 随着你年龄上去以后 如果你不做一些类型的改变的速度的 鲁能这边两个边路非常有特点 速度非常快非常灵活 而重庆当代里翻 则是在各条线路上 他都有比较快速的队员 对有的时候是球走的快 有的时候是人走的快 对 从开场的情况来看 飞尔南多更多的还是活动到边路 尤其是他最熟悉的右边路 这边的威胁似乎更大一些 现在吴清涵和陈磊行程对峙 如果陈磊不能轻易的顶上来 呢 范尔南多就会陷入孤军奋战的这种境地 是 反归了 这下南松让得非常聪明 快速的迎前接球以后 对方扑的比较凶的情况下 没有去碰球 而是顺着这个球的方向去领 年轻的南松是本赛期表现最突出的U23球员之一 不仅仅是数据层面上多个进球 包括助攻的出现 更重要的是他其实已经成为重庆快速进攻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些敲墙配合和衔接都能够出力 而且出的是正能这样的力 对 刚才我们提到佩莱的这样一个战术价值 反过来说卡尔德克的战术价值也非常高 身后两个小个队员 有了 好像有推人 看得不清楚 郝君敏在失去位置的条件之下 跟对方有身体上的简单接触 但是双方没有任何争议 王大雷快速的出球 刚才这个应该是 是刘宇 刘宇包到 等于从郝君敏的外线切到了身前 这下郝君敏其实对于球 看的是比较准 但是身旁的这个进攻队员有点遗漏了 刘宇毕竟曾经打过风险队员 是 他这个敏锐度还是很高的 好像这个郝君手上还是扶了一把 对 这下刘宇其实摔的不够坚决 如果说这球就不打或者不停 在船中机会也来了 双方这个速度是真快 你来我往这边卡尔德克快速回地 再给菲尔兰多准备打快的 菲尔兰多起速的位置稍微有点远 但是还是可以起一把 小摩托转向 哇 马上是在另一个方向上五星函拦 就丢球以后看得出山东五能这边 好像他的反抢开场得不错了 人员的投入包括反抢的这种力度 以及方式方法也做得非常好 并没有太大的这样一个防守动作 但是围抢的时机包括对于对方想突破的 这条线路的封锁还是